范主任 接着介绍原住民族委员会 林主任委员 中副主任委员 综合规划处王处长 教育文化处陈处长 经济发展处王处长 人事事毛主任 主济室李主任 原住民族委员会 文化园区管理局王处长 接着介绍内政部 人事处陈处长 内政部警政署陈处处长 内政部议政署林署长 人事事蓝主任 接着介绍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陈副所长 人事事曾主任 接着介绍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张专门委员 接着介绍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陈主任秘书 主编人事处 主编人事处林简论思察 接着介绍全序部王主任秘书 接着介绍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 成专门委员 以上 如果没有介绍到 稍后再来补充介绍 报告委员会 今天的会议是 审查行政院 含情审议 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组织法草案案 废止行政院 客家委员会 组织条例案 并案审查 一 行政院含情审议 援助民族委员会 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 及 二 委员简东民等24人 拟据援助民族文化园区组织法草案案 并审查行政院援助民族委员会组织法条例 组织条例废止案 及内政部警政署 与其所属机关组织条例 共13件废止案 及内政部议政署组织条例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组织条例 等两件废止案 采分别报告综合寻答 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首先请提案委员简东民来做报告 简东民委员 简东民委员不在 我们接着请客家委员会 刘主任委员来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第一次的联系会议 审查新政院含请审议 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组织法案 及废止新政院客家委员会 组织条例 庆中今天应邀列席 向各位委员报告 深感荣幸 首先感谢各位委员 对本会业务的支持 使得客家事务可以 顺庆中在 于90年6月14号 法案客家文化发展 客家文化中心筹备处 于客家族群主要分布的 高平及桃竹苗地区 筹建南北两个身具特色的 国家级客家文化园区 101年1月1号 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 筹备处改制为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市级机构 南北两个园区 陆续于 100年10月 及101年5月 正式开园营运 目前六堆园区 位于屏东县内部乡 占地有320公顷 以展现客庄平原生态 及长民生活体验为主軸 具文化传习 及生态教育的功能 设有闪架建筑 还有田园地景区 并规划 楼间烟楼 儿童探索的空间 至于苗栗园区 位于苗栗县 铜锣乡 占地有11.2公顷 定位为全球客家文化 与产业之研究 及交流中心 兼具着点藏 研究展示产业推广 及观光旅游的功能 设有五大主题馆 图书资料中心 及多媒体影音聚场等 开源到现在 两个园区 已累积了 750万参观的人次 南北两个园区 营运到现在 为应用园区不同的角色定位 必须规划不同的内容 的业务与活动 透过南北园区 将客家语言文化产业 等与周边区域连结 并推动区域资源整合发展 建立客庄社区关系 办理生态环境教育 与各地客家文化管设 共同活化及联营的方式 形成区域资源共享 及双云的效益 并推展全球客家文化 与产业交流 逐步实现台湾成为 世界客家新都的目标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组织法草案的说明 本会组织法 业余100年6月29号 制定公布 并自101年1月1号 开始施行 位于中央行政机关 组织基准法 第三条第三款规定 将部分发展 客家文化权限及执掌 划出 以达成设立客家文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目的 原意基准法第16条第2项 准用第4条第1项 第1款及第7条规定 凝聚客家文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组织法草案 以下就有关组织法草案的内容 主要向内容向委员做说明如下 第一条是明定的本中心的设立目的 还有隶属的关系 第二条是在明定本中心的职训 权限执掌的内容 第三条是明定本中心的首长 副首长的职称 还有官职等及原额 第4条是明定本中心 各职称是官职及原额等的内容 那么由4级机构 调升为3级机构的必要性 客发中心辖下 两个园区开园到现在 有3到4年 园区除致力于 客家文化与产业之研究 保存展示与推广 并透过多元丰富的展演 文字典藏之应用 及宣传行销的方式 维持推广客家文化 积极打造园区成为 适合全家及亲自共有的场域 及客家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之展示平台 并以园区为轴心 与在地连结 整合串联临客装观光资源 与特色产业 共同行销客家 带动区域的发展 除此之外 客家文化中心 这两个园区 视为我们客家文化的橱窗 产业交流的平台 提升三级之后 本会会与客发中心 来分工合作 更能够明确的去分工 能够相辅相成 同时未来客发中心 可以在提升三级以后 能够提升它的一个自长率 这也是国发会对于我们园区运作 经营的一个要求 因此有可能要成立作业基金 希望提升三级以后 在财富上更能够独立自主的一个空间 此外在人力的运用上 增加它的自主运作 希望朝更具弹性 更具自主性方式来处理 改成三级之后 同时它的权责加重 也希望更能够自我要求 绩效责任 那么接下来呢 向委员这个报告 废止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 配合组织改造作业 客家委员会组织法 业于101年1月1号施行 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 第21条第4条规定 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 已无适用的必要 应配合办理废止 比完备法制作业 本案惊提101年3月1号 行政院第3288次会议决议 通过送请立法院 审议废止 最后本会呢 自成立以来 因为有大院委员的支持 才能致力于 客家文化业务的推动 未来本会将 持续推动创新的客家政策 吸引年轻族群进入客装 认识客家 传承客家 同时也将以 原区为核心 发展客家学术研究 及肩负起 文化传承的使命 并与地方资源串联 带动客装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结合地方政府 及民间资源 行销客家 使客家文化呈现 多元新的风暴 以上报告 近期各位委员会议 支持本法案 谢谢 谢谢大家 接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 林主任委员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我们感谢贵委员会召开本次的这个联席会议 审查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法的草案 以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废纸案 将于受邀报告资感的荣幸 以下我们仅简要的说明 敬请各位委员来指教 第一点 我们本会手拟设置的三级机构 原住民族委员会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我们简称为原稳中心 现在是我们本会所属的三级机关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管理局 第二是原文中心的组织设置的一个原则 按103年的1月14日 大愿在第8层第4会期第18次的会议 附带结议 要秉持资源整合提升行政效能的主改的精神 以尊重文化差异 及保障援助民族的文化 为核心发展的价值 设置原文中心为本会所属的三级机构 组织的定位跟原额的配置方面 目前文化原期管理局是以营运管理 以游客服为主要的业务 未来改制为原文中心后 将建赋本会实际执行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研究保存 典长、维护、教育推广与传承 执行研究民族文化发展业务的专责机构的角色 业务即多重面向的特性 极兴充足专业的一个人力 本法草案的内容 它主要的要点如下 草案的第一条 明定、原文中心的设立目的 及隶属的关系 草案的第二条 明定、原文中心的前线跟职长 草案的第三条 明定、原文中心首长、副首长的职称、官职等及员额 草案的第四条 明定、原文中心各职称至官等职等及员额 另以编制表定之 第四点 有关大院委员、简东民等24人 拟集的《援助民主文化元旗组织法》 一按我们本会的说明 大院委员、简东民、孔文吉、震天才 廖国栋等24人 令提案《援助民主文化元旗组织法》草案 我们本会的说明有三点 第一点 机构的名称方面 以各部会所属三级机构名称的惯例 未尽相同 我们建议人才行政院的提案的一个版本 第二呢 关于业务的执长方面 委员提案的第二条 第一款跟第四款 它部分的业务的内容 已经明定在本会的教育文化处 综合规划处的职责的范围 有重叠规定的一个问题 第三是首长任用部分 委员提案第三条 提高首长职等意见 因为牵涉到行政院所属 三级机构首长官职等 整体规划的事项 我们仍后请行政院 人事行政总处来说明 唯一原文中心业务的性质 除了文化发展研究的面向以外 还涉及到公权力的行使 我们建议人以常任文官 担任首长为以 第五呢 为了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的作业 本会的组织法 业于103年的3月26日开始实行 行政院援助民主委员会的组织的条例 守定的各项业务职长 都已经移转到本会 研一中央法规标准法的第21条 第四项的规定 会请大院废职散开的条例 第六点的就是未来的展望的部分 一级行政院104年9月17日宴会的结议 原文中心要设置综合规划组 展示表演组 教育推广组等三个业务单位 以及人事事主机事等两个辅助的单位 但是呢我们看了100年7月11号 行政院仍是行政总组 曾经和组团到文化园区进行 组织言而实地的评鉴 特别指出来 文化园区啊 除了营运管理跟游客服务以外 另外包含了援助民主文化的研究 文化资产的数位典藏 全国研究民主地区文物 文化馆的活化的计划 扶持民间业务团队计划等的业务 他的工作的范围 以扣起全国的研究民主文化相关的业务 当时的编制仅20人 评鉴的都认为执行人力切有不足 这一次的组织法的制定案 除了要解决上述人力不足的窘境之外 我们非常期望 言文中心能在未来推动 援助民主文化的保存 典藏一起建国国际南岛民主文化发展重镇等 新增的业务呢 来发挥唯一援助民主文化发展机构的 有形跟无形的功能 台湾援助民主目前约有54万3千人 共有16个民主42种方言别 各种宗教信仰穗史记忆原籍文化等 有形或无形的文化 都有高度重要性跟独特性 成熟世界重要的文化的资产 我们期盼这一次的草案通过以后 能给予颜文会最合理的组织规模跟言讹 以利保存跟推展援助民主的文化 提升援助民主文化潜 彰显主体性跟独特性 以落实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 及援助民主基本法所节诸的精神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鼎力支持 谢谢 接着请内政部人事处 陈处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感谢今天大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内政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 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废止内政部警政署 及所属机关13个组织法规 及议政署及建筑研究所 组织条例案 为了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 本部前离聚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 等八个组织法律 经行政院于101年2月16日 含请大院审议 除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 内政部消防署组织条例修正草案 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组织法草案 目前已完成大院一读会的程序 待二读及三读 尚未完成立法外 目前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 内政部议政署组织法 内政部移民署组织法 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组织法 及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组织法 等五个机关构的组织法 也经大院于102年8月6日三读通过 并经总统于102年8月21日公布 其中内政部议政署组织法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组织法 于102年9月1日施行 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 与其所属机关构组织法规 及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组织法 于103年1月1日施行 另外内政部移民署组织法 于104年1月2日施行 那除了空中勤务总队组织法 跟移民署组织法律的修正案外 那其余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 与其所属机关构的组织法规 还有议政署的组织法 建筑研究所组织法 属于新定定的组织法律 那依照中央法规标准法 第21条第4款规定 统一事项已有新的法规 并公布或发布施行者 那建请大院审议废止 议政署还有建筑研究所的组织条例 那另外情政署及所属机关 等13个组织法律也一并废止 那以上报告 请请各位委员支持与指教 报告委员会 各机关代表已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寻答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上午10时30分截止发言登记 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 谢国梁委员发言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主席本期想请客委会的刘主委 请客委会刘主委 委员好 这个刘主委 我等一下有一些选区的客委会事务 跟你请求 跟你请教 你是不是可以就今天 你们审查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法 还有废除组织条例这个事情 先简要 跟本席说明一下你的立场 好的 本来我们本中心 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在筹备的时候 就是原定的是三级 那后来为了平衡性 跟原住民族委员会 他们这个局 成为三级 所以一起 今天在这边 把四改三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 我们这个四改三里面 主事发草案 跟我们原来的满本呢 这个 稍作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个认识 在人员编制上 目前呢 经过行政院会 这个通过后呢 送到大院来审查 那我们基隆这样 我们基隆 一直以来 都在努力推动一个 客家这个文化的一个纪念馆 但是呢 在相关的过去 不论是在取地啦 取得地块 就要取地啦 还有一些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一直都有碰到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进度呢 这个并不是非常的顺利 那这件事情 这个刘主委 你有参与到吗 对于基隆 客家文化会馆 因为基本上 一个文化会馆 如果说要本会呢 去做一些支持补助的话 那当然要符合 相关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要征得土地的 同意书至少五年 另外呢 还要提供 如果说这个 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经过申请补助之后呢 他的管设 必须要公开使用 这样的相关条件 这样子啊 我们过去 有一位客委会的这个 在选区的主委 人非常好 但是他在推动 因为年纪比较大 七八十岁的 我是说之前这位 那他在推动 这些行政事务上 我感觉他不是 非常的显手 不过 他是对基隆的这个 客家的文化的保存啊 客家的语言的这个 下一代的这个教育 推动 他是都不遗余力 那因为这个 我是比较希望 就趁这个机会 跟你们在讨论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时候 也能够针对于基隆的这个客家 这个文化的推动事务 要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 特别的跟您请教 希望你能够对这个案子 有一些的了解 我也了解到有很多东西 他的进度不可能是非常快 但是过去我们的部分 的确是拖慢了很多 所以就这个部分 希望你能够这个予以协助 好的 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一下的话 到时候我再用电话 我跟刘阿进 刘主任委员接触过 也参加过他们办理的疫名 所以你了解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会请这个辅导团 去辅导这个计划 对对对 他人也挺不错的 也对这个计划 很有想法 但是我更认为行政效率 不是他的专场 以至于就是说 我们虽然在旁边 有点讲干招籍 但是这个客家这个文化馆 就一直还没办法 就这样运营而生 在这个部分 再请你特别协助一下 好吗 好 那我们这个 好你请回 主席我们这个内政部警政署 是由谁会来的 请内政部警政署 副署长 请副署长 陈副署长 先跟你恭喜一下 我刚刚看到 有好一阵子没有关心警政业务 请问您上任副署长 多久的时间 三个月 三个月是不是 先跟你恭喜一下 那这个 你对今天有关于组织 相关的一个业务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因为在103年1月1号 这个已经主改了 那中央对我们警政署的 这些组织条例 都有新的法规 已经扳行了 所以现有的法规 要跟它绘制 已经没有存在了 这是一个既有的一个行政程序 就是推动 这个副署长 你对这个最近新闻一直在报道 这个彭婉如命案的一个进度 你个人有没有任何的了解 因为媒体好像都知道的比 这个我们来得多 那当然侦查不公开是有时候 它也不公开是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是避免敏感 以及不当的一些讯息外露等等 但是这个东西也并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一个对立等等 所以在社会大众很渴望了解这个事情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趁这个机会 可以跟本委员会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是是 这个彭婉族的命案 老实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案子 已经发生这么久 我们一直很想破 最近刑事局有根据相关的资料 你说他有踩到指纹 对 然后因为他那个关键点 还需要再比比较多一点 才能够确认 谈起这个案 我在这里要谢谢谢委员 因为当初我在当公关事主任的时候 不是 那个扩大DNA采样条例 就是你支持一下通过的 就是因为那个条例通过以后 那个母体就可以变多一点 然后有个案的时候 那时候的DNA的采样 才有采到这一枚指纹就对了 对对对 应该是有相关的 那这个人的指纹 像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 其实有很多委员 其实都蛮不赞成 但是大家就是 后来也承蒙大家支持 最后也通过了 那这个人的指纹 我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他这枚指纹 是怎么样被采到的呢 相关的细节 我是不清楚 不过他就是他一定有一些刑事案件的犯罪 所以他被采了指纹 那这个案子跟19年前的案子是无关的 但是19年前的案子的 这个指纹是如何得来的呢 19年前我们就采到指纹 但是那个指纹 那个特征点 特征点不够清楚 比如说我们要比对的话12个点 他现在只有6个点 要等12个点都确认之后 才能够这个确认说这个是谁 所以其他的比例可以比对 我想建设这种专业来说 他们很喜欢用量化数据化的方式去采认 基本上能够符合6个特征点 那这个委员会我们其实也提过追诉期要无限期的扩大 那个时候法务部也并没有同意 杀人罪的追诉期是20年 据媒体的报道 彭婉如命案的这个时间点是19年前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年以内不把这个案子给侦破 或者是对这个可能的嫌犯进行追诉的话 再过一年 就算你踩到12个特征都符合的指纹 确定就是这个人是当初留下指纹的这个嫌疑犯 我们也不能够对他们进行起诉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会全力以赴啦 那这一次啊 他是因为新的案子 所以又被踩到指纹 所以如果把现在新的案子 跟旧的案子来做一个会诊的话 我们会建议啊 这个司法单位来从中来量刑 可是你如果踩到 我举例啦我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踩到的是 你踩到这个旧的指纹 你是确定他过去可能犯这个罪 但是你只能超过20年的话 你也不可能新旧罪合并的去做 你只能办他新的罪 你不能办他旧的罪 但办新的罪的时候啊 我们会把以往的这一段啊 重新来叙述 然后检察官可以做一个 起诉量刑的参考 但是假如说他新的罪是窃到好了 窃到的本刑 就算你再怎么加重 也不可能跟杀人罪一模一样 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对于这个命案来说 他的追溯的一个截止日期是什么 你可以了解一下 跟本委员会来回答吗 是是是 可不可以今天请国会联络人联系一下 因为我觉得社会当中 其实蛮关心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说19年 这听起来就差一年 那也就是说 好像明年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破案 就算你知道这个人 就是当初他干了这件事情的嫌疑犯 或者是元凶 你也没办法去 对这个案件来追溯 那其他的他酒驾 他窃到他 他公共危险 那这个 这个没办法让正义得以伸张 我们会全力侦办 你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时间点 把它确定一下 是 然后呢 来跟这个委员会跟我这边来回复一下 好不好 是是 那也这个 毕竹您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发挥 最好就是把这个案子能够侦破 是是是 谢谢 谢谢 接着请庄瑞雄委员发言 主席 主席我请我们警政署副署长 请 警政署 陈副署长 哦 副署长你今天真没用啊你 我主席我本地下来是 谢谢 谢谢 主席 主席我今天下来本地没什么问你 但是我刚听你们这样的 那个谢伟在在执询 你在打询的时候 我越听越听越黑 你知道吗 是 你们刚那个讲法 是 会让社会大众产生误解 是 追溯权时效消灭就消灭了 没有什么新案跟旧案 彭万如这个案子啊 如果20年的时效 追溯权时效超过以后 哪怕当年干下这件犯刑的人 他再重新再犯了其他的案件 时效过了 就是过了 新跟旧没有合并的问题 这你在讲的时候 要更明确 我两个都在那里听 我跟游美女委员 我们两个在那边听 我就奇怪了 怎么你们念的法律 跟我们念的法律都不一样 委员讲的正确 所以要讲清楚 有时候人会五回 但是既然 你刚也打询啊 我想来进一步来问一下 这个啊 社会大众关注的事情 我都认为这个案子 昨天爆出这个新闻不单纯 哪有突然会 蹦出一个 彭婉卢 破案 落出曙光 然后隔天 所有的单位 大家全部都否认 尤其是你们都否认 什么有DNA 的简体 从这个 我看到新闻的报道 连电视媒体都跟着 跟着在报道了 检警比对 杨男与死者身上采集的 DNA简体等 击证 初步结果相符 到底有 有这个事情吗 有没有DNA 你们初步去采证 相符这件事啊 刑事警察局 我刚问了一下 他说是乌龙 副司令 这你们就刷兵一下 刑事警察局 这个 的同仁在我 没关系 你说 跟说初步啊 没有DNA 事实上 这个案子啊 我也是相关的 新闻报道里面了解 我们对实际的 侦查的案件 我们并不参与 都由刑事警察局 内容 你那个内容 我们都不问啊 我们现在 紧就媒体所披露 造成社会大众的关注 这件事 天大地大地 社会上期待 能够赶快破案啊 尤其这个时效 剩下一年的时间啊 这么长久的时间 我们也相信 我们所有的 办案人员啊 没没没了 很辛苦啦 我相信整个 专案小组 跟社会大众的期待一样 尤其是你们 更迫切的 认为 投下这么多心力 希望整个案件 可以水落石出 可以将歹徒 绳之以法 这个不分党派 全民我相信 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可是突然你爆出 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 你总要让社会大众 你不可以让人 在云端里面 一个链器 说不要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我就强烈怀疑了 昨天放出这个消息人 是在掩护什么 那莫名其妙 怎么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讯息呢 我问行事其他女 她说 乌龙 她开玩笑 她们在乌龙 社会上讨论这么久了 变成是乌龙 那乌龙你们又有人出来澄清啊 我手里不是这样 是是 你还在那一句来一句去 什么在死笑笑 什么旧案 在并新案 开什么玩笑 越共越悔 一年过了就是过了 没有所谓的新案出来 再把歹徒生自依法这件事情 哪怕她去犯窃盗 她去犯酒驾 跟前案都无关 我知道时间给你们有压力 有压力要更谨慎啊 既然消息出来 说明一个副书长 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啊 你们现在整个警政署啊 的说明让外界无杀杀 没有一套讲法 内政部长只讲说 侦查当中个案不予评论 我再去问 其实她是一问三不知 再去问刑事警察局 她说这是一个乌龙 开玩笑 那好玩呢 就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 包围 谢谢 有关于彭宛如这个命案 我们一直都弃而不舍 全力在侦查 我知道啦 没有人给你们怀疑 我们会把相关的情形 在请刑事警察局 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可以公开的 我们会准资料来跟社会大众做一个说明 你们这处理的事情是这样不对 主席说我这个外夭就好 每天把你補到放大头盘 电视一直補 你们现在出来一个个案 一个说乌龙 你现在副书长你说 我们再请刑事警察局 把整个案子了解清楚看看 你意思说这都不懂 这我不认为它是乱写啦 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有人假的 我去跟他们说啦 结果是听得是假的 我本来我今天是要问 要问一些 对你的预算 对你今天 有帮助的 这个社会上关注力 又不得不问啦 以后啊 消息一出现了 有关于你们自己所执掌的 你们对社会大众 官署都有澄清的义务啦 乌署长 好不好 是是 另外啊我想来请教啦 你们现在那个 那个手动的 没有手动保险的手枪 你们现在还要买 买那个手枪啊 这个是98年就开始 定这个规格啦 我们买这个手枪啊 是相当严谨的 它有四道程序 比如说它一个枪管啊 这个结合的保险 还有那个撞针的保险 再来就是个手把的保险 这有几道程序 你们啊 我认为啊 本案啊 我认为你们太过于保守的原因 就是说 既然 媒体都有这样的一个披露啊 我不认为 记者 他乱写一通啊 他质疑了几个东西啊 你们都有医务去做澄清 你像比如说 你买这个最新的手枪 单价是多少 我们跟你质疑说 不可能那么便宜 如果那么便宜的话 就一定不是德国的原厂 他讲的也对啊 他说如果原厂 要三百美金 我们台湾却有 我们警政署 却有办法去买到一把 两百多块的美金 这就怪了 你们也该出来澄清 你们也没有澄清 人家跟你质疑 这个手枪最大的麻烦是 没有加装手动的保险装置 以后动不动啊 枪子就会走火 他事先跟你这样告诫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看你也点点 你都点点 别人在质疑 你们都没讲话的时候 在本习看来 你们就是默认 诶 这干嘛现实啊 胡思云你听我的意思吗 当当今天 每天的全部都在 跟你接受的时候 你们都连一句话 都没有的时候 社会大众认为说 啊 你们默认了 那你们默认以后 社会大众的想法就是说 花那么多钱 六亿多 我们帮我们原警 台湾的手枪 是那个拿起来 一不小心 就会走火的 你们又不讲 你们至少针对 这些第一个价格 是不是原厂 会不会拿起来 本来有手动的保险 现在变成没有 好像大家都变神枪手 拿起来就蹦蹦蹦蹦蹦蹦 一直打一直打的 那也有危险 胡思云 你们都没有澄清 这要怎么 给你机会说明 谢谢委员 有关于这个手枪 我们当初 在民国98年 是分四阶段来办理 第一个就是 规格的审查 再来就是样枪 就枪的样本的试色 再来是审查委员会的评分 经过这三关以后 再来用价格标 那在104年10月5日 绝标 是由德国 Water公司 来得标 没关系 你跟他说社会大众的质疑 那现在 当初在98年 10月23号的时候 也召开一个审议辖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用到好的手枪 然后 要安全 对对 安全 然后 不要把 安全没有啦 你现在回答到这里 你又不跟他说安全没有 安全 他撒开 这样都枪式就走火了吗 我比较煩惱这个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哦 他这个有一个 你现在是副书长 是 你有可能做书长的人 不会来说真的 他有板击保险 也就是说 分 你要扣下去以后 才会真的挖 包括这一把枪 掉在地上 他还有一个撞针的保险 也不会击发 另外 如果枪管跟滑套 这个结合的时候 那个 有一点误差的时候 他也有保险 这时候也不能击扣 我问你 这样我就要问你 这样你们是在摸什么 怎么一个讯息 出来那么多 对你们的质疑 你有办法到这里 我问 你才要回答 这怪的 你们是什么 在倒坑 还是你们踩过来 都有一些 很大的问题 本时搞不懂的 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些 讯息出来 媒体披露 我一直在看 一直上网在查 奇怪 在听大地大事 你们就是不澄清 就是不澄清 不澄清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副署长 这很有鬼 我现在问你 你怎么说 也不是你这样 这个当初审 确定是这样 确定 确定 不是底下 随便丢一个 或者厂商丢一个 资料给你 你照着念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是今天我们 业务单位给我的资料 你爱识意 我爱说无数党 是 谢谢 你懂我意思吗 我知道 我如果今天没问 没有人问 谢谢你给我澄清 问了以后 我怕你 那澄清是人家 真的堵过你 厂商拿给你的 我怕这个 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讲话 在国会殿堂 讲话就要 这个就要小心 是 谢谢 我认为以后 只要任何你执掌的业务里面 像这些牵扯到使用远景的 生命安全的 外界有质疑了 连架口人家也给你质疑了 连你到底用枪安不安全 人家也给你质疑了 你是不是原厂人家都质疑了 不能等到那么久的时间以后 国会议员在那边问 你就这样 全部人要怎么来黏黏的 这样不行 医疑要主动 是 好不 这业务不是我看的 回去我也要求了 OK好 谢谢 谢谢 感谢 接着请蔡奇昌委员发言 主席早 大家早 我请客委会刘主委 请客委会刘主委 蔡委员好 刘主委好 我想今天 在司法法事委员会 我们针对这个 客家委员会的 内部啊 有关这个客家文化园区的组织法 要来做一些调整 主要我们希望把他的人 人啊 他现在人 较多嘛 直等也可以把他提高 基本上本席没有太多的意见 对这个要尽量 但是本席啊 倒有几个东西 可以来跟主委救教一下 第一个 我想我透过 两大这个国家级客家文化园区的网站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主委你上过你们的网站没有 看过 看过嘛 好来 这个是网站 进去之后 可以当大家点选的项目 那其中啊 这个最后一个叫客家旅游网 好来 那因为呢 等一下那上一页 这个客家旅游网 这个是目前我们有的可以点选的这个项目 那其中啊 本席有一个 有一个部分啊 我觉得 我不大懂 为什么会这样子 譬如说我就 我们客家文化 在 我们希望把人变多 把直等变高 无非是我们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透过两大文化园区 让客家的文化 让国人了解客家文化 客家的这个历史 客家的语言 等等 跟客家所有相关的事情 我们更希望 外国人 到台湾来旅游也好 或者他没有机会到台湾旅游 他想了解这个客家相关的文化 他也应该 行销全世界 我认为客家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我妈妈也是客家人嘛 所以我必须要来强调 我不大懂就是说 当我点进去英文的时候 来下一页 为什么客家旅游的资讯 也就是中文可以点选的客家旅游网 点进去英文之后 客家旅游网就不见 为什么主委 我们请这个巫副主任说明一下 来 有谁了解的 为什么 跟委员报告 目前那个英文网站 因为在过去 在今年 就是在这个最近的时候 我们开始进行更新 那么早期连接上没有那么完整 那么因为在105年 就是明年开始 我们开始进行跨域的重点发展工作 所以英文的部分最近在强化中 那我们这个标案大概在最近会处置 大概在105年的年初的时候 年中旬吧 会完成整个跟英文网站 那也跟透过这个建构一个全球的东西 以上报告 好主委 如果我们以中文的点选 以中文点选进去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来我们点选进去 我觉得做得很好 点选进去之后有依主题形成 也就是说当你到我们的这个客家文化园区的苗栗园区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里面不同 依主题形成 然后依时令季节 依出游性质 出游性质就是说你是有大人小孩 有老人家的等等 然后呢你可以除了这个园区之外 周遭跟客家相关的这些旅游资讯 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里面得到介绍嘛 所以我不解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这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嘛 它其实照片是一模一样的 不会外国人看的时候照片就不同嘛 它只有纯粹这些文字上面的翻译嘛 所以这个在我理解上 我不大能够懂说 这个需要刚刚你们去提到说 为什么到现在是以前不完整 现在要整修 然后要到105年的年中 才能把它架设完毕 这个我不懂 我认为就是说 客家文化园区 我们对于台湾这种文化的推动 或者旅游观光景点的推动 我们长期以来都限缩在于 这个岛国的心态太强烈了 我们要放眼国具嘛 现在观光客来到台湾 我们要给人家看什么 就是国外没有的东西嘛 这属于台湾文化台湾特色的东西 原住民的也一样嘛 我们老是在思考上面都是在 在岛国内 在国家内部 大家就是搞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来架设 如果我个人 我的建议 日文也应该放 这就是台湾最大的吸引 要嘛就是对岸 第一个 再来就是欧美的旅客 再来就是日本旅客嘛 观光局现在在搞韩国啦 希望冲一下韩国跟东南亚 可是我们身为国家级 这么重要的园区 说实在话 以我们这样的网站表现 你要叫我来 这不太有可能嘛 我最喜欢自由行 我到韩国观光到日本观光 你看他们为华人啊 所做的网站有多详细 所以他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亲近华人的国家嘛 他是一个让你觉得旅游来到这个地方 他重视我们 他会资讯那么详细 他自由行他就愿意来嘛 所以整体政策上的结合 虽然他在客委会 虽然他在推动客家文化 可是他最重要的 除了文化 这个客家族群本身 文化传承的意义之外 其实他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观光嘛 你们非常在乎门票收入有多少 来客数有没有增加 这个是你们重要的指标嘛 所以他除了文化的传承跟推动之外 他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观光嘛 就是旅游嘛 而观光旅游 如果我们只靠台湾内部 这个永远没有机会啦 所以客委会也好 观光局也好 园民会也好 文化部也好 他必须要以世界的角度来看待 这些整体的园区的规划嘛 所以我认为啊 要给你们更多的人 要给你们更多组织上面 值等的提升 我个人不会反对 但是同样的工作量 跟整体面对这个文化园区 我们所要带给 无论是国家的收益 观光的收入 文化的传承 他应该用世界的眼光 用国际的眼光来操作 用国际的眼光来看待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官员长期缺乏在 缺乏这一块的 我相对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 下一页 这个是我们推动 叫做美食的认证 我们大概推行的时间一年多了 很好 至少你们还有创意 至少愿意把客家美食的认证当成一回事 这非常好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因为我对台湾的观光产业非常重视 所以你看下一页 这个是泰国的 这是泰国推动泰国美食 它在全世界有1309家 在台湾 光在台湾就有26家 我们客家美食在台湾只有22家 它在全世界有1000多家 光台湾接受泰国这个认证 泰国美食认证就1000多家 全世界在行销 在输出泰国的文化 全世界用全世界 在行销观光 在行销泰国的美食 在行销泰国的文化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国际级的心态 原民会也好 客委会也好 谈这些文化不应该只有局限 这个限缩的格局 也不是我们所期待 所以我觉得愿意给钱 我们愿意给资源 国家愿意给资源 但同时我们也会要求 无论原民会或客委会 都应该相对 在这个层级跟思考的概念上面 要来做一定程度的提升 来下一页 我们来看韩国 韩国的这个是 在时代广场的演唱会 这个Site 他们在时代广场演唱会的同时 后面的部幕就打了什么 就是韩国的那个 食锅拌饭那种 那种韩国传统的美食 他们在纽约行销 行销韩国 行销韩国的吃 行销韩国的玩 行销韩国的娱乐产业 这个是国家整体发展的策略跟思考 我们不应该让大家单打独斗 行政院应该有院级的角度来看待 如果台湾是官方产业 我们要做 食物也好 美食也好 文化也好 它整体就是官方产业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来谈所谓的客家文化园区 在我看来客家文化园区 当它是国家级的 客委会来直接来处理这两大园区 客委会的思考必须是国际的 客委会的思考必须是国际的 我们希望客家文化在台湾社会 这个族群的文化该被保存 该被发扬 这个我想大概台湾不会有第二个人反对 但如果我们的客委会圆明会的角度 都只是在思考这样的一个 非常local的角度看待 我们很难发展 我们的旅客数就不会再增加 我们也很难有所谓 因为有这两个属于台湾文化 很重要的两个元素 我们吸引更多的国际观看客 愿意到台湾来 所以主委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我了解 谢谢委员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要做了 干脆英文日文一起做一做 就是既然你都要做 这个不是大钱嘛 这是小钱 明年会 因为只是翻译的问题 你张冠的照片 你网路的架构都有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刚刚那个表格 我最喜欢拿这个出来看 这个就是对岸 我们现在旅客要破千万 两岸的旅客 好 你看哦 我们的观光景点 永远集中在特定的点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台湾观光旅客 尤其是对岸的观光旅客 那个总量 团客的总量 无法再提升 因为再提升下去 就是要杀鸡取软 通通集中嘛 老是来台湾的 你看这个101年到103年 我们103年 你看日月坛26 九份25 墾丁24 泰鲁阁天翔23 阿里山22 几乎高度集中 只要在台湾玩的人 通通在这些地方 台湾只有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很棒 我不是说他不棒 很棒 台湾还有很多地方也很棒 主任很尽责 还到办公室 跟我说委员 你不敢来过 一定要来这里看 做得真好 我特别为了这些 回去还问我太太 因为我太忙了 我太太说我有去过铜锣 他真的做得不错 我要讲的是什么 那既然做得不错的东西 我们那么有心心的东西 要跟观光结合嘛 为什么客家文化园区 这个 我马公 看能不能来搞个 大概1%就好 2%就好 我看到后面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 苗栗整个县也不过0点几 这个就是整体 国家 我们部门之间单打独斗 单打独斗 大家各自做各自的 没有一个人在 把这些东西统合起来 可以疏散 只要来苗栗 来专门客家之旅 就像原住民有做 当然效果不是很好 我很了解 到部落观光也有 但是比例还是很低 那客家也可以来做做嘛 到客家园区的 可以不在每天的这个原额配置或上线里面 分散嘛 分散 所以我今天来啊 我不是反对你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种人 敢做就敢给 政府就应该这样子嘛 你们要做事 大家要支持 但是做事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只有在台湾这个岛国里面 大家在自己来相互取暖 我们应该开放出去 从整体的思维 主委 这个园区的思维就是 我就是让国际 我要让国际人的观光客来 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园区的经历 时间已经到了啦 我不好意思 我在讲话没有让你回答 只是说 我有很多的想法 想要跟你沟通 想要让你做一些参考 好不好 谢谢委员的意见 接着请李俊逸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 马上请客委会刘主委 请刘主委 原明会林主委 人事行政总处 陈主任秘书 陈主任秘书 我也好 三位好 辛苦了 其实今天的案子非常简单 是你们原来的园区要改制 是这样 没错 我先请教刘主委 刘主委你们是原来有两个园区 一个是铜锣园区 一个是六堆园区 对不对 那你们只是这个部分的改制 这个改制 那其实这个我们在内政委员会 从老家建到老店 那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 园区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怎么样的管理 怎么样经营 没错吧 好 那铜锣园区跟六堆园区 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碰到的原因 我们碰到的是 它比如说铜锣 苗栗园区 它基本上地理位置 可能 地理位置比较偏远 所以吸引观光客的能力不足 对不对 所以大家去的其实有限 所以这个要最重要的管理 那问题出在这里 那我请教你 今天改制你们升格了 值等也升了 人也增加了 那有什么效果 我们会希望说 这个中心能够加强对外的 这个公共关系 这个不升也可以做啊 了解 不升也可以做 人员不增加也可以做啊 这个可以在他们的预算上 能够独立 那同时呢 人力的运用上比较有谈 唯一的差别在于 预算有没有独立嘛 对不对 原来是一个四级机关嘛 原来是在你们客户会底下的 四级机关嘛 现在把它提升出来 变成一个三级机关 所以只等于要升 人员也要加 其实做的都一样的工作嘛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只是希望藉由值得的提升 藉由人员的增加 然后希望多做一点事情 是这样的概念吗 他们以后会成立一个作业基金 其实现在也可以成立作业基金 这个我们在内政委员会也讲过很多次啦 提升他们的自财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主委 为什么在现在 为什么是现在 为什么不在两个会期前讨论 为什么不在三个会期前讨论 为什么是现在讨论 那因为我们早上两年前就有提出申请啦 然后来 那就不讨论嘛 选举到了 选举到了嘛 所以只等提升嘛 人员增加嘛 那选举到了 看谁敢反对嘛 是这样嘛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每次都在第八会期 来那个林主委 我也好 是不是一样的情形 你们原来的地点在哪里 我们的地点是在屏东县的马家乡 马家乡嘛 你们原来叫做文化园区管理局嘛 没有错嘛 那设置的是局长嘛 现在改制局长变成主任嘛 对不对 那原来的主任秘书变成副主任嘛 对不对 只等提升嘛 那你们要求 没有没有没有 只等没有提升 没有提升 反正我们原来是三级机关 现在变成三级机构啊 不然我也有 我们是往下 你们是往下降 对啊 那你们两个吵一下吧 哈哈哈哈 你都支持啦 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啊 不是到现在讨论啊 这种所有的园区 包括原住民的园区也好 包括客家的园区也好 重点在如何经营管理 没有错吧 我说的没有错吧 对 那如何经营管理才是重点啊 那如何经营管理 每次在审查你们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委员都千帮百次的跟你们讲 我们建议什么 我们建议什么 啊没有啊 啊第八会集来来来来 赶快改制 改制完以后我们可以升官 我们可以增加人员 是这样的态度吗 是这样的态度吗 来啦 我今天也不要求啦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客级的 然后我们 原住民级的政天才委员说 一定要给我过哦 我畏惧他的恶势力啦 我今天不会多说话 谢谢 但是我希望真的能够做出成绩来 好不好 做出成绩来 对 老实讲 对这个升官发财的 来来来 我请教一下那个人事总处的主命 你们看法怎么样 他总员额都增加 李委员好 其实人事总处在衡量员额的时候 就一致性的 就有想过了嘛 对对 就有想过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增加人也没关系 也跟他其他的很平衡 这个还在你们的范围之内 好谢谢 来两位主委请回 我请教一下 那个主任秘书 来陈主秘来来来 不好意思 你是人事界的老前辈了 我们同事也做过同事嘛 我请教你一下 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无关 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二条规定什么 公务员服务法的第十二条 是不是规定公务员员的请假 那依照这个请假 我们有定一个公务员请假规则 是不是这样 那所有公务员员请假 请假规则包括政务官 包括公务员员都依照这个请假规则来处理 没有错吧 公务员请假规则是比较适用在事务官的部分 对啦 大部分是事务官嘛 但是政务官因为没有政务官请假规则嘛 所以比照公务员请假规则办理嘛 我请教你 公务员请假规则里面规定 一年我可以请几天的试驾 一年有五天的试驾 五天的试驾 那我可以请几天的病假 病假他有一般的病假或者是延长病假 延长病假 延长病假也以备工嘛 对不对 二十八天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请超过两个月 或是超过一个半月 那唯一可能请的是什么假 我们在可能 在公务员请假规则里面 每个人本身他有他的休假 他的休假 他的休假如果超过了休假 休假是可以累积是可以基假的嘛 对不对 那我请教一点 我先回到公务员请假规则 公务员请假规则 唯一超过三十天的只有一种假 对不对 这种叫做生育假 分扁假 对不对 分扁假才会超过一个半月 没有错吧 是这样规定 那现在唯一的 我没有讨论就是 我公务员员到底有多少基假 我可以多少休假 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请问您 政务员员一年最多可以休几天 他的休假跟我们一般公务员员的 没有啦 政务员员整个加减了 政务员员一年不能超过三十天嘛 对就三十天 三十天嘛 一般公务员员也这样 是是 那我刚才请教过了 市假是五天 病假最多二十八天 分免假是四十二天 公务员休假累积最多一年不能超过三十天 那我请假 请教一下 我们主命 如果我要请三个月 我要请什么假 如果 我要请三个月 我要请什么假 如果 我要请分免假 还是我要请四假 还是我要请什么假 另外我们在 请假规则里面 如果超过了 他的休假 等等 病假这些 他还有一种叫做 无薪的 叫做 叫做无薪假 我们请假规则有规定无薪假吗 不是哦 扣心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无薪嘛 这个要讲清楚 那我现在的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有一个人可以请三个月 那我看起来他也不是生产假 他也不是病假 那他当然也不是请四假 那公务人员有一个规定 如果他有请假规则的话 他必须依照请假规则 填据单据 对不对 填据单据请假规则 第十八条规定 机关首长的请假 是不是要由上级机关核准 是不是 那我请教你 新北市市长的上级机关是谁 他的主委机关是内政部 他自治机关 直辖市 直辖市 他假会送到行政院 直辖市的主管机关是行政院 那我请问你 新北市长朱立伦请假三个月 到底请什么假 是四假还是分娩假 还是餐假 还是什么假 请假三个月 对不对 请假三个月 这个假的里面的内容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来我请教你 主委 我请教你 我们老同事 我们很熟啦 我跟你讲说 他请假嘛 那请假 根据请假规则第十八条规定 必须上级机关核准 请问你他有没有报行政院核准 报行政院被查就可以了 报行政院被查 但是请假规则第十八条写的是核准喔 机关首长请假必须上级机关首长核准喔 他是地方制度法跟他的行政组织准则里面的地方制度管理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只要报行政院核被就好 被查就好 被查就好 报行政院被查有没有送你们人事总处 这个不会到我们这里 不会到你们 你不是在关请假的 他如果有单日的 如果单日的请假当然还是要送你们被查 任何的首长出门 其实都要跟人事行政总处要被查 没有错吧 有吗 有什么 有没有送啊 我只问你有没有送 有有 有送啊 他用什么理由请假 告诉我一下 他送你们被查 你们总有看吧 你们不会被查 被查我就放了 没有嘛 被查还是要看一下嘛 还是要跟院长报告嘛 人事行政总处是管理这个的部分嘛 请假的部分 任何的机关首长请假 即使只是报你们被查 你们至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请教你 朱立伦的价单 有没有送人事行政总处 然后转行政院被查 有没有 这个 这个价在我们这部分 有啊 有或没有嘛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啦 就是因为 在公务人员这个部分 他 他有他的 那你刚才不是告诉我 政务人员 比照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不是说他的请假的部分 他有 政务人员一 一年不能修超过三十天啊 朱立伦为什么修九十天啊 不能在这里啊 那他的价单 来来来来 我只要求一件事情 请人事行政总处 在今天下午之前 提供朱立伦向行政院提出请假的价单 提供给我们参考 我们会把这个 他这个内 这个内 这个资料给我们 对啊 这个合理吧 他请假一定要送你们备查嘛 那照请假规则 18条的规定 其实要上级机关核准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是什么 朱立伦请假的理由 到底是请试假 还是请病假 还是请休假 还是请分免假 其实他也不可能分免假 对不对 那为什么可以请到三个月 第一个 那第二个 行政院对这个到底怎么处理 因为根据请假规则18条规定 机关首长请假 必须上级机关 必须核准 那核准的话 请问毛泽国什么时候批的 毛泽国什么时候盖章的 这个通通提供给我们 没有的话 最后一点 就是说没有 他根本没有报 他自己请假自己准 然后只是报行政院备查 至少把这一张价单 送给人事行政总处的这个价单 给我们提供参考 然后我们研究一下 为什么一个比照公务人员 请假规则的政务人员 可以一年请假三个月 如果这样 以后所有政务人员 都可以一年请假三个月 记住哈刘主委 记住哈林主委 一年请假三个月 都没有关系 谢谢 接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 请国家发展委员会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 还有前夕部 请国家发展委员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是吧 陈主任秘书 还有前夕部嘛 对对前夕部 那个王主任秘书 来一起 来 好 这个 就人事行政总处 三个一起 因为这个都是主改 行政院主改之后 相关的这些机构 或是机关 所以整个行政院的主改 当然从这个上一届 立法院的上一届就开始了 当然这个整个主改 现在都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 以现在这个 今天我们所要谈的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以及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或者是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这样的一个组织法 请问一下你们三位 有谁有去过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或者是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有谁去过 鸡手 去过 去哪一个地方 六堆 六堆 那那个 你们另外两个还没有 好 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有谁去过 你也去过 什么时候去的 发委员是利用年假的时候 陪隆家人自己去的 好 这个 那请你发表一下 对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你有什么样的 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去了几次 我大概去了三次 但最近一次应该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 是 好 非常谢谢你 愿意去这个 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你的感想如何 报委员 他基本的先天地理条件是有他的限制 但在经过圆明会的同仁的努力下 还有大家支持 他是还可以有再进步的空间 你是负责什么业务的 报告委员 我在社发处是负责 所谓社会发展计划的审查 跟组织改造的业务 谢谢 就是在国发会 是 所以你原来是在 原来是在 研考会综合计划 研考会 好 这个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或者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都是这个我们台湾在地族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保存发展的一个祭典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谈族改 事实上就是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去了解到台湾 台湾这个岛屿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要怎么样去推动相关这些文化的一个保存跟发展 而这尤其是台湾的原住民族 这个国发会你是专门委员 你知道这个文化延期的人力 阻塞各方面你了解吗 大致了解 你觉得呢 这个部分还要看他的一个业务发展的内容 再加上 你能不给他 你经费也不给他 那当然就很难发展 当然这个 原住民族文化延期 从过去台湾省政府 民国75年成立 他是台湾 原住民族的机关 第一个成立的机关 在台湾省政府时代 前台湾 整个中华民国政府 第一个成立的原住民族的一个机关 但是因为那时候他是在台湾省政府民政厅首属 所以他的一个人员编制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再在一个极限 所以就他很难去发展 尤其是今省之后他的议算 比以前台湾省政府时代还少 然后还逐年还每一次要通案三检 都被通案三检了 所以这个相关的中长城计划 也是最近几年才提出来了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合 我特别跟这个黄副主委提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们昨天有人去的你知道吗 你们的同仁去了 还有这个行政院主机总处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原住民族而言 对台湾而言 其实如果要很快的去评论 很简要的去评论的话 主改啊 真正要主改的话 应该把很多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国立历史博物馆 然后还有台南的一个也是历史博物馆 史前馆 然后又在台南又设一个馆 是台南吗还是 然后这个故宫博物院 然后又到嘉义 又设一个分院 那个其实都要合并 合并成一个 那个都是汉族的 对不对 那都是汉族的嘛 大中国的嘛 不是吗 对不对 国公博物馆或是什么 那个都是嘛 这才是真正的主改 那原住民或客家 这是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原住民组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 结果 極限限收在那边 也不给钱 也不给人 所以你们也不去了解 我来说 这个原住民各地方政府 有29个馆 29个馆一开始 这个我那时候在延民会当副主委 它是一个被列为工程会 闲置的空间 因为那时候地方政府的 什么都没有空的 我那时候当副主委 要找谁 就找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 一个管 一个管 去协助他们 去活化 协助他们去活化 才有现在的一个 你看这个餐馆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你等一下回去 你们三位 回去好好看这个盖矿 这是只是盖矿 盖矿 那个餐访的人次 在29个馆 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就是一个 这本来不是他们业务 本来是原民会的业务 那但是原民会教育文化处 第一个他也没有那个能力 第二个他也没有那个专业 你说要活化这个管 他也没有那个专业 我是拜托 拜托文化研究 包括他们的这些 尾外的人 尾外的 很可怜呢 他尾外的歌舞人员 然后还去兼充这个文物馆的一个活化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整个把它活化起来 又如这个 我们很多的学校啊 很多的长官 教育部的长官 或是监察院的长官 或是立法委员去考察 到学校 就会有什么 到原住民的学校 就会有歌舞表演 有时候我们去看 早期啦 现在比较不会 早期有不像 看起来不像 只是穿了传统服装 只是放了原住民的歌 就跳了 就跳了 都不是 不是那个组的 配了另外一个组的歌 另外一个组的舞 像这样的 后来就请文化研究 把所有的 学校的老师集训 每年 利用寒暑假集训集训 这样才能把整个 因为那个涉及到 幼童啊 协同啊 协同的教育啊 不然他以为 这个 泰雅组 他以为泰雅组的歌 原来是阿美组的歌啊 对不对 他以为这个舞 是泰雅组的舞 其实不是啊 所以这个 要把它弄得很清清楚楚 这个句 后来还是拜托 拜托文化研究 他本来的业务 只有在这个 在研究里面 事实上 我们刚刚讲文务馆 或是各学校 各社团 尤其社团 很多社团 也都有歌舞 歌舞这方面的社团 包括社团 这些歌舞的一个训练 或是研究 都是拜托文化研究 本来他的业务 就只有在研究里面 因为你们给他 给的人力啊 给的人力啊 十几个啊 对不对 十几个人力 光那么大 42公顷啊 42公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所以 怎么样去 正正的去面对这个主改 利用这个主改 才有一个 好好检视 好好给一个 好好的给一个 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 要特别请这个 你们三个重要的 重要的部会啊 因为这个整个主改 是你们在整个在 在控管啊 是不是 做这样的一个 其勉 因为 毕竟 台湾原住民组啊 不是只有一个组啊 十六组啊 语言就四十几个方言别 非常多元而多样 真的是非常多元 多样 好不好 谢谢 接着请尤美女委员发言 主席和我们在场的委员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 我是可以请我们的 客委会刘主委 还有 原民会的林主委 请客委会刘主委 原民会林主委 我也好 两位好 我想要先请教那个 原住民 林主委 是 在你们这一次所提出来的 这个 援助民主委员会 援助民主文化发展中心的 这个组织法 那这个组织中心 这文化的发展中心 最主要的 你们现在是有几个发展中心啊 包括委员 包括委员 目前啊 原住民委员会下面的 其实只有一个 其实只有一个三级过去 就是现在只有一个三级机关 就是文化圆区管理局 但是这一次改为主改以后 改为发展文化发展中心 那它不但不是三级机关 还是三级机构 所以它的整个编制 没有什么太大的 那它的下面呢 有几个圆区还是 它下面呢 总共这个文化圆区 只是它工作的执掌呢 要协助地方 29个文化馆的 这个营运跟活化的工作 那29个 这个是属于地方政府在管理嘛 是不是 目前 当然这个馆是地方政府管理 但是它的活化工作要靠中央 所以监察院多次啊 到地方巡查 他们每次都对 地方的这个文化馆 或原住民的文化馆 文物馆 闲置的 或者是 变成文子馆的 最后呢 都是由原住民委员会出面 要去负责去处理 让它活化 那我们这个工作 就交给文化圆区管理局 那未来它就一个 它会主改以后 会变成文化发展中心 所以等于是说 你们这所谓的文化发展中心 将来就是要负责地方 就是地方政府 他负责这些所有的 圆区的营运啊 管理啊等等嘛 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还是那个有你们 这文化中心要负责 那你们跟地方 层起的这个权责 就是事实上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地方的文化馆 跟文物馆 在省政府的时代 大部分都来自省府的经费 所建设的一个构造物 所以呢 既然来自省府的 剥给地方政府新盖的构造物 今省以后呢 这个责任就 转到呢 我们本会去了 所以既然我们 那我请教一下 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就是说 关于地方自治的事项里面 包括第18条 19条跟83条的规定 把社会交易 体育跟文化机构的设置 营运跟管理 列为地方自治的事项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你们这个 所谓的文化馆 就是各个原住民主地区的 文化馆的性质 它是属于他们的 教育文化的事项嘛 是不是 这目前是 是教育文化的事项 是教育文化的事项 所以你们的这个 所谓的 援助民主文化发展中心 跟它这个所谓的 文化馆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我刚刚特别说明了 这个过招 因为当时 当时是省政府 帮地方政府新盖的 那地方政府认为说 既然你们帮我们新盖 应该后面的营运 也要由你们来负责 又就要由你们来负责 所以现在是回到你们 发展中心要去负责 对啊 包括管理也是你们 经营管理也是你们 是吧 过招务是属地方 但是很多的经营管理 包括人事 没有我现在在讲的是 因为我们要定这个组织法嘛 所以权者要发分清楚嘛 对不对 如果应该属于地方政府的 地方政府就应该要负起责任 然后你们只是负责 这个考核啊 督导啊 评鉴的工作 那如果说那个部分 是属于你们应该 要去营运管理的 那就不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对不对 地方政府它把它建起来 因为以前政府把钱 放到中央省政府去 中央省政府把它盖起来了 所以现在变成文资管 你们现在把它收回来 变成你们中央 就设立这样文化中心去管 还是说那个能源 是属于地方政府要去管 只是他没管 所以呢 你们去把它 代委管理 还是怎么样 就那个权者到底是归谁 报告委员 报告委员 从法理来看 委员刚刚说的极是非常正确 但是因为整体的影印 涉及到原住民的文化的传承等等 加上这个构造物早期是由神福来兴建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变成要分担大部分的 不能让它活化 不可以让它闲置 所以监察院呢 最后找到的都是中央的原住民族委员会来负责 尽管那个构造物不是我们的 但是它的营印跟它的人 还有它的策展等等 就变成我们 所以所有的人员的聘用 等于是说你们是文化中 因为你们文化中心是比较上位的嘛 对不对 然后下面有很多的管嘛 那现在这些的管归不归 你们这所谓的文化中心 要去经营 营运 就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个地方政府有很多的管 对不对 设立了一大堆 那被骂为是文资管 那现在监察院所谓的提出纠举之后 纠正之后 现在你们就变成说 你们文化中心要来负责嘛 对不对 那负责是把这些管收为你们自己来营运 自己来管理 你们自己的人 自己的 对不对 你们自己的这个预算 然后呢你们自己的这个去规划计划 还是说你们仍然是应该由地方政府去管 只是你们把钱下去 然后呢把他们督导 让他们去好好的去经营 他们缺钱给钱 缺人给人 然后呢好好去督导他们 到底是哪一个 比较起像刚刚委员说的后面那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签讯 所以管理应该是他们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只是督导 你们给他们的经费 给他们人 让他们去做 对 所以地方政府的权责仍然是在地方政府 对 那但是你们要负责 这个所谓的督导 评鉴 那可能要给他们补助 应该是这样子嘛 对 所以这个就会牵涉到你在第二条的 所谓的掌理的事项里面 到底那个管理是不是你们的事物 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可能要厘清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所谓的你们中心设立一个主任 那既然是一个原住民主的原住民的这个 所谓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 他是不是应该要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啊 对啊 是啊 对不对 因为你们在法条里面并没有规定 原来 原来 原来这个 现在的文化研究管理局的局长 除了第一任是非原住民 在神福时代 日后 全部都是由原住民来担任 那是可能是惯例嘛 对不对 因为当你没有限制的时候 我和人也是可以去当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 因为你们原住民主的 你们的那个组织 原委会的组织法里面 规定说你们的这个副主 副主委 三个里面必须有两个是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嘛 那所以呢 这其实也就是说 今天要设立这个文化中心 也只有你们原住民 虽然说你们原住民有那么多的族群 可是也没办法设立那么多的主任 所以一定会只有一个 那这个至少他应该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吧 因为他对你们自己的文化 才能够更清楚嘛 当然我们不能够说 汉人就不清楚 但是我想在这里 就既然是你们的文化中心 所以是不是应该具有你们文化中心 你们原住民的身份的人 是不是更称职 对这个条文里面可以增加的这个文字 我们可以对他支持 好 谢谢你先回座 那请客委会的 那个刘主委 刘主委 文化圆区 只有两个文化圆区 这两个文化圆区 将来不会再增加 还是他还是有可能再增加 那地方的客家文化会馆或圆区 是没有隶属关系的 没有隶属关系 所以各个地方会有他自己的文化的这个管 是的 但是你们这个所谓的文化中心 就是那两个圆区 是 所以现在这两个圆区 因为你们的职长里面呢 有提到说 客家文化的学术研发跟专业人才的培训 跟训练的这个执行 那因为你们这次也说 你们要比较圆明会的 他们的圆化中心 他们是三级嘛 所以你们现在原来是被规划为 你们现在是四级 四级 所以你们希望说也能够 跟他们一样调整为三级 那当他调整为三级 他所执掌的东西 是不是也应该是也要 层级也要提高嘛 对不对 所以这层级的提高 就是你们讲说 客家文化学术的研发 跟专业人才的培训 还有这训练的执行 跟你们客家语言 跟文化的发展的执行 这两个只限于你们的圆区 还是说他其实是应该是 你们这个所谓的文化中心 要去做的事情 到底是哪一个 我想会因为不同的事物啊 会有一些区分 如果说只限于 比如说客家文化 如果只限于 语言区内部的话 可能它的局限性 就是空间会比较小一点 因为这个客家文化圆区 它基本上对客家文物也好 或语言文化的保存 跟本会都是有共同的一些任务 那现在这里我要问的是说 你们的这个中心就是这两个圆区 所以这个中心本身是空的 还是说中心有中心的业务 中心的业务基本上就是在经营这两个圆区 中心的业务就只是经营这两个圆区 那你现在所谓的三级 就是只是纯粹去经营那两个圆区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基本上他们的业务是在 这个这个经营这两个圆区之外 当然有一些的工作事项会跟我们会里面相搭配的 对 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你们在这个中心掌管的范围里面 你们关于这所谓的客家文化学术的发展 跟专业人产的培训 你们把它局限在所谓的圆区 还是说它应该是在各个 是在你们中心要去做 你们配合客委会 然后你们中心要去规划 可能说它的也许地点是在圆区 可是它所涵盖的范围或是它的辐射范围 应该不限于只有在圆区里面 那小小的去做吧 当然 因为它桌边有一些的客庄 可以做一些的区域资源的整合 然后规划一些的旅游线 像这样的话会带动我们地方客庄的一些繁荣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部分 因为你在所谓的掌理下一些事项 所以你掌理的不是只有圆区在 在圆区之内的去发展 应该是说你中心有 中心更远的一个virgin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整个市去扩展 甚至去把各种资源的整合 那当然你的圆区是你的一个原地 你那边当然是绝对可以做 可是除了圆区以外 其实是可以扩展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 对象不会只有圆区的这些游客 其实你是可以是广为的去做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扩大 因为你们是三级 也要身为三级机构 因为目前就是 事实上也是目前在做的事 都是不只有圆区内部 周边的客庄 也都说做一些跨域的整合 好 谢谢 那最后 最后请坐 能不能请教一下 那个 请一下我们的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 陈副署长 那个内政部警政署陈副署长 陈副署长 陈副署长好 同样的也是要这个询问一下 就是关于彭宛如的事件 因为我们不晓得说 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案件 大概等了那么久 突然你们今天放出一个消息 说 有这个什么破案的这个束光露出来 然后呢 DNA的鉴定 然后呢 到底有没有 然后另外就是所谓的指纹 那我们打电话去问 你们说 那都是旧的东西 那第一个侦查不公开 那如果除非你们已经确定说 是这个嫌疑犯 譬如说你们DNA比对 的确是他 或是那个掌文 就像你们讲说 应该比对12项 只有 应该有12项符合 他只有6项符合 结果你们就把这样的消息 放出来 然后所有的各大媒体大势报导 那如果说今天不是他的 不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嫌疑犯的话 那对他人权的一个侵害 对不对 这不是另外一件江国庆案吗 我不晓得 为什么这个消息会出来 我们一直在讲侦查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 不是叫当事人 你自己不能够讲话 现在你们都把 把那个方向都搞错了 就是说 今天当事人 你不能够去对外讲话 可是我今天承办机关 我可以对外去放话 这不对吧 怎么回事 好 谢谢委员 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当然不是只有针对当事人 检警也是一样 检警调都一样 那有关于这个消息怎么出来的 我们会来进一步了解 那刚刚我们署长在内委会 已经针对这个问题 做了一个答复 也就是说报商媒体所报导的 是 不是真实的 那这方面我也请我们人事 刑事警察局 来赶快做一个新闻 来做一个澄清 我们希望是说 如果他 真的是 或是说 因为第一个 是不是你们必须要先去做 第一个 一定要去做DNA的鉴定 对不对 因为DNA事实上 现在的技术已经比以前 这个进步很多了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指纹 那个掌文 那掌文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们比对出来 是 那当然就是 那在不是还没有出来之前 你们不能够就先放话 然后让媒体去审判 对不对 那这样子到最后变成 因为一年到了 你们为了这个减少这个压力 最后就说宣告破案 然后去 然后最后呢 最后又发现说不对了 那把一个人就这样活活去整 当然不晓得说 他到底是或不是 但是这里侦查不公开的目的就在于说 当你没有足够的这证据的时候 你不能够先去放话 因为这侵害到一个人 对不对 他的一个人权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能够去 好好去调查一下 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对不对 为什么会让媒体这样子全部 对不对 因为消息一定是从你们内部出来 不然不会突然直接冒出说 有一个嫌犯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比对啊什么的 这让大家觉得说有曙光 一定是消息从你们内部出来 那这消息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到底怎么出来的 请你们是好好调查 可不可以 一个礼拜给我们答复 不可以吗 好 好 谢谢 接着 聊哈姚嗆 许志荣维养三年 發禄 發禄 知识 各位正好 各位正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那不是 会不会留住院 你 会不会留住院 会不会留住院 美允好 主委好 此外 之前我对 会不会的团想 对我们 好家向秦 學家有所擁心,表示堅定對你的恰意 問題是說,學家文化發展上心,就知道 郵委員說,學家的數有學家文化研究,還六隊學家文化研究 六隊學家文化研究還是不是虛構 如果有學家文化研究,做比學家文化研究,學家文化研究 學家文化研究,學家文化研究已經開一年了 六隊研究已經開一年了,六隊研究已經開一年了 六隊研究已經開一年了,五隊研究裡面有三年半了 六隊研究就超過的 可能因為延期的替禮、返金、薩斯、主編的執言沒有空洋 可能延期剛才講了六堆也沒有虛構 可能延期有各國的T-set也沒有空洋 請問一下,延期目前營運的情況是怎樣? 延期的延期,民營的醫生差不多三億到四億 現在六堆延期、統計延期延期延期的延期延期的 延期延期最主要是延期延期開放、學長的延期延期 不小心跟延期延期比較封閉性的建築 初衷的店船、工人研究 還有,外國有參與平台交流 延期延期,延期延期也沒有空洋 他們在開放他們又是很方便 延期延期沒有歷通的族邊的鄉鎮 族邊的梯房就要緊急的,發展 端房,有歷通梯房的發展 對,我相信通路鄉的鄉請很犯規 因為延期三個廟 廟裡 孔孔也要通路鄉 今年各個餐店生日過後 所以因為廟裡廟區會帶通主編的鄉鎮 那種經濟會提升 民營開始有新的計劃來推通 那邊希望廟裡廟區主編的鄉鎮 不如廟區主編的鄉鎮 可以整個旅遊縣觀光 可以帶通主編的觀光旅遊 可以發展出來 特別廟裡廟 國鐵 又可以是這邊要養雲 利用的既費在整個旅遊縣 希望提升三級的時間 我們在文化發展中心內 為利用的既費在台東旅遊縣的經濟 主委我們有虛孔 虛孔當然有空孔 主委我們常態性的 也有假日 也有節慶 也有虛咬很好沒有錯 不但是周邊的鄉鎮 甚至於廟裡的所有鄉鎮的濃鐵產品 全部都是油 就再煮炭味 但是不在假日的油 品床的油 油 發通的油 因為今天要來虛咬得多好油 我希望說 不在蛋白油 也不多好虛咬得多油 所以這種產品 全部依油製的產品 要分兩方面來說 它越天氣 越天氣地北有攤商 天氣 另外 因為廟裡也有 六隊也有攤商 也有蠢堂 要是天氣的常態性 非常態 沒有天氣的 都有攤法通的時間 也會有像 攤商的攤位 來協助 提供的商品 我們本費 要攤法通的時間 也要拿六隊 也要拿廟裡去攤法通 當然 既然 既然下去 對緊急的發展 台東主編的繁榮 就是那種目標 所以我還要講 各位 眼鏡也會虛咬 但是虛咬得 都在說 來衝衝氣衝衝 那沒有 參觀都當上色 除了緊急發展 台東主編的意外 那不是 我們不敢說 我以為強調 我沒有當上色 那樣 那些都會 嚇到問法 譬如說 嚇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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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會說 在住前 那都沒有住 吃 做糧 當然 這種都提供的 那些人會說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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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沒有 董會堂來講 所以就要照顧 那些住前的拜拜 那些人會說 提供的 提供的 那些人會說 提供的 提供的 開箱 說完 就跟提供的 結果 那些人會說 提供的聲明 提供的規模 以前 其實都會有 那些人會說 也會說 不提供的 是很難說 提供的聲明 提供的說 那麼提供的 辦多久涼到來 由他們結社都不在董事 不在幹江 不在幹桌 在之前有多種野 我現在說的意思是 美國人在鄉親 學家人 董事會都在那裡牽涉 流爽流汗 又在那裡咕咕 鄉又流到那裡 還流到台湾 還說原來是在那裡那裡不在那裡 油就這樣 像我們來沖濕 飲水濕鹽 那裡頭的多難 我不敢說那裡沒有做 只是說我虛弱也沒有當上 所以不在那裡 那方面就沒有了 對經驗是 我們台北來收集的 族譜 希望我們 不管全台灣 我們學家文化發展中心 可以是 台立體收集的族譜 這樣也有展示出來 另外呢 進一步呢 收集有鐵力量的時間 進一步來做一些研究 本 學家這群不同的心思 去了解 今天淵源得來 甚至於困難 但是他們不是推的 他們在那裡當作 當作相機就去把 淵出埔 淵出埔要去就比較低 資料去就國鄉也比較低 柚子說不說 他們都在補出 就要淵率飛也也要 今天主部屬去行為 淵資的時間 可以跟他們飛下去省嗆不住 對 這樣就好 他們現在兩套元氣 尾內的發展 有什麼人總長期的 貴方嗎 現在說 目前主案的發展 電影如何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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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我們同家,兩位元氣為他核心、彈簧 主邊的體氣,還有蛋白 希望我們可以互相輝映 帶台東主邊的經濟發展 要讓他害怕的作為事情 兩位元氣,主委的客家文法元氣 我們不能像我講,要從廟裡勾六隊的 要從廟裡勾六隊的 要從廟裡勾六隊的廟裡勾六隊 你說的書盤書不愛主婦用 廟裡勾六隊共同的禮天宿 共同的支持 在發展那裡 在這裡我要用國語發音 慎重的邀請在座的各位 苗栗高鐵12月1號 正式通車 然後我們客委會也有免費的接駁車 可以在高鐵下來以後 參觀我們苗栗很多景點 有到我們延期 有到我們寫霸國家公園 有到我們大福酒莊 三億木雕 種種 所以歡迎大家 這也要謝謝我們客委會規劃的這個 免費接駁的這個路線 所以請我們全國的好朋友們 12月1號 12月1號可能抽票買不到也不一定 10月1號以後 以後歡迎你們 藏到苗栗來 我們有免費的我們客委會的這個接駁車 當然以外我們高鐵也有 也有另外的我們的那個接駁車啦 所以歡迎大家到苗栗 謝謝 感謝議員同志 謝謝 謝謝習志榮委員的邀請 幾號啊 客家菜很好吃喔 客家菜喔 優秀竹牛煮請堂 優秀暗牛炒暖狀 優秀竹廠章時 優秀阿妹運酒廠 好聽吧 真的很好吃 又好聽喔 謝謝 大家一起要去參加喔 去吃客家菜好不好 好 接著我們請 呃 詹滿榮委員來發言 謝謝主席大家好 今天呢 我先來做一個引言 那麼之後呢 我再請原住民委員會林主委 假如有時間最後一分鐘呢 我再請客委會的劉主委 好 那麼我剛才非常高興啊 聽到我們的立委同仁啊 對於國際化的議題 非常關切 那麼馬政府自從2008年以來啊 就鼓勵我們外 從事外交的人員啊 說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不是像很多國家 在國家發展的一個階段裡面呢 都歷經了一些紛紛擾擾 那麼最嚴重的當然就是 殖民時代 殖民時代的時候呢 殖民國呢 他們認為自己是一等公民 那麼別人呢 是二等公民 對於原住民呢 甚至認為啊 是稀有動物 值得觀賞而已 那麼 依照這個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呢 我們馬政府的政策一向啊 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來出發 那麼我現在想請原住民的委員 主任委員 林主任委員 林主任委員 林主任委員好 好 您好 我想本席請就教於您啊 知不知道台紐FTA 裡面相關的原住民合作 馬委員 我們最近這兩年就是非常積極推動 台紐合作協定裡面的第十九章 原住民的合作專章的內容 我們現在我們都非常積極在推動 太好了 我們馬政府從2011年呢 開始跟紐西蘭做這個可行性研究 2013年7月10號呢 已經簽署了 三個月內本院的同仁 加以的三讀通過 那麼從2013年12月1號開始呢 就正式的生效 那麼我非常高興啊 林主委也有留意到 第十九章就是原住民的專章 那麼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目前在這過去 將近兩年中 我們的進步狀況 跟委員報分成兩點說明 因為前年的就是 102年的 12月生效之後 我們在103年 我們倖素啊 把我們原住民地區的 鄉鎮市長 率團到 紐西蘭 實際呢 跟紐西蘭的毛利事務發展部 做接觸 我們也聽起 究竟毛利事務發展部 在語言的發展上面 產業的推展上面 以及呢 他們對文化保存的現況 希望我們原住民地區的鄉鎮長 因為這個合作協定 有進一步的認識 那麼在去年呢 因為 規定啊 每一年 一定要召開一次協調匯報 所以去年呢 就由我們來負責 召集 這協調匯報 就請了毛利事務發展部的 執行長 在台灣來 今年呢 就輪到 他們要準備召集 所以我們呢 都按照 原來的這個 這個 條文的內容在進行 我們也成立了 原住民產業 貿易的 託銷中心 作為未來 跟紐西蘭推動產業 一些交流 或者是一些產業往來的 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就是請 這個毛利事務發展部 協助紐西蘭 也希望有一個平台 那有一個平台 能夠呢 作為一個對口 他們目前正在 有一個叫 FORMA的 在紐西蘭的一個團體 我們呢 積極在推動這個部分 所以包圍 我們解的 因為這是 我們國家雙邊 跟多邊的協定裡面 唯一 終於考慮到有原住民 放在這個協定 國際的協定裡面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 每一個業務的同仁 都很關注 謝謝 台紐的FTA 有原住民的條款 是史無前例 這是一個破冰 把它加到FTA 所以我們要 好好的珍惜 我們有很多呢 是政府在搭桥 在破冰 那麼我們必須要知道 如何把產業 帶進去這樣的一個 橋樑裡面 所以我聽了非常高興 有很多的進展 我記得呢 在7月10號呢 本席有榮幸啊 參與這個台紐FTA 簽署的時候呢 他們的原住民 特別來啊 在這個晚餐的時候呢 跟我提啊 他說他們最欣賞 最稱讚的 是台灣原住民 能夠用手勤拿 這個野豬的這個技巧 他們要特別來跟我們學習 所以這個就已經拓展了 我們很多這個 不管在文化交流 這個經驗的沉船 甚至呢 就是原住民的外交 因此呢 請就教育主委啊 我們在這個組織架構的提升 或人員的配備上 您個人覺得 有沒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我跟委員報告啊 其實文化園區 就是現在這個組織 叫文化園區管理局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主改呢 把它變更它的組織 叫做文化發展中心 那如果根據現在文化園區 所要肩負的工作 不是只是經營一個園區的管理 跟禮克的服務而已 應該還要從事 國際事務的一部分的 一個文化的交流的一個業務 而且呢 還要進行 關於台灣原住民文化 文物的研究跟典藏 還有社會教育的功能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講呢 跟我委員報告 因為呢 非常多的語言學家 人類學家 考古學家 都指向南倒以族的發言地 就在台灣 所以台灣的原住民在語言文化 是佔非常世界級的地位 所以我們覺得 謝謝 現在的編制是不太夠了 是 因此本席呢 基本上是同意 這個升級 以及這個人員的擴充 那麼我這邊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特別也提這三點 那麼等一下 科委會的主委 假如有時間給一分鐘 能不能給我們一點回應 基本上呢 台紐FTA原住民條款裡面呢 包括三大重要的項目 第一項呢 是人員的往來 包括教育家 文化工作 業者 語言家等等的 相互往來 那麼很明顯的呢 必須要有 國際語言的能力 第二個呢 是貿易進出口方面的 一個交流 那麼不管我們的產品 是這個小米酒啦 或者是蜂蜜啦 或者是我們的特別特殊的 這個紡織類之間 紡織類的產項呢 都可以考慮列入進出口 第三項呢 就是原住民的交流 包括廣電 以及媒體的交流 因此呢 我大聲的呼籲啊 一定要提升 你們的人員配備 好不好 那麼就這一點來講呢 非常謝謝主委 那麼我想現在 是不是請林主委 就剛才我們所討論的 是不是也提出一分鐘的 這個回應跟看法 謝謝委員 謝謝 請劉主委 委員好 跟隨您這個上述所談的呢 我認為這個很好啊 那特別呢 提到國際化這個部分 我認為一個國際化 應該先建立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呢 包含了四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呢 就是我們談的語言 國際語言也好 在地本土的語言也好 那另外呢 第一個是一個文化 文化呢 是在地文化 還有這個這個 外面啊 外國的一些的文化 另外呢 是科技 第四個呢 是通路 那這四個元素 結合起來才能夠作為一個 國際化的一個機制 那我想我們科化中心 在這個部分呢 是在地 能夠全球化 全球也能夠在地化 那同時呢 要把這個文化產業化 產業文化化 那麼這個部分 成為三級了以後 是未來他們要 這個積極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想不但是要我們 客家文化的在地化 同時我們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的一個成立啊 能夠客家文化全球化 好 謝謝 非常非常感謝 我在此呢 也藉這個機會 跟出席的政府官員 繼續的勉勵 我們所做的點滴 都是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項目 大家繼續的加油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輪到本席發言 是不是請詹滿榮委員 我們也招委啊 來 帶領 請李招委學章發言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各位單位的首長 請主席邀請 原明會林主委跟客委會 劉主委一起好不好 兩位主委有請 劉委員好 兩位主委好 我本身是客家子弟 所以對於客家族群的各項事務 當然自然會相當的關心 相對的對原住民來講 我也有不解之緣 不解之緣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擔任國大代表的時候啊 我們當時是用三地同胞啊 或平地三包呢 我們改成原住民的 那個人 主持那個會議的人 那個人就是我 所以在修憲的時候啊 改成原住民啊 三包改成原住民就是我 我在修的 在主持 所以啊我跟這個原住民啊 也有不解之緣 那尤其是本院的這個六位啊 原住民委員啊 跟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厚 所以只要是原住民的事務 只要提案啊 我每一個幾乎全部我都欠了 那今天我要跟這個原住民委員會啊 呃這個 呃這個 讚瞎一下 呃其實啊 他們今天不是深格三級機關 他們是比較委屈啊 呃本來是三級機 呃原來是三級機關 改成三級機構啊 這是因為當時在組織改造的過程當中 我們基於這個 呃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裡面啊 民定啊 三級機關啊 只有70個 那我們也考量到 呃一方面是機關的設置啊 有一些限制 那另外另外一方面啊 也有考量到說 如果設三級機關的話 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就是說我們原住民 呃同胞啊 經過國家考試的並不是這麼多 萬一我們受到 而且要經過國家考試 因為又機關的話 當然要這個有文官制度的一個 限制 所以啊 我們後來考量的結果 我們就把改成說 建議改成這個三級機構 那三級機構對我們業務的推動呢 原住民業務的推動呢 它是有幫助的 幫助會比較大 就像 呃就像這個 呃 兩廳 國家兩廳院一樣 我的藝術總監 他也不可能去參加國家考試啊 但我對原住民的文化推廣 我很有興趣 很深入的探討的人 他也不一定是 呃這個 呃 經過國家考試 他不一定能夠經過國家考試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選財啊 用人選財啊 所以我們是願意 而且給原住民更多的機會 因為原住民才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的精髓啊 所以今天也是因為是這樣 我們就把它改成三級機構的一個方式 呃 雖然有點委屈 但是 對 往後的發展 其實幫助蠻大的 那對客委 呃 客委會 呃 所屬的 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呃 我們的想法也是一樣 我們認為說 這一個 因為客家鄉親啊 呃 在台灣呢 四百 呃 主委是多少人啊 480 420萬 蛤 420萬 那我看的資料是483萬 你看了怎麼會420萬 好 那也沒有關係 不管是多少 那我們全世界啊 有9000多萬的客家鄉親 哦 從五湖亂華以後 慢慢的中原一直南遷 哦 然後到全世界各個地方哦 那我們這麼多人的一個地方 呃 那個客家文化呢 一個中原文化呢 他也是一個 非 也必須要去傳承 我作為一個客家子弟啊 我很 我認為 我到處我都是 只要有適當的場所 我都會來推廣 啊 客家文化 我們也希望客家語言不要流失 哦 所以包括剛才 徐志榮委員 他是客家子弟 我也請他用客家話 啊 來做發言 那還好 主委他考試 跟您考試 你還通過了 哦 沒有問題 哦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為說啊 客家人有一句話說啊 您賣祖宗田啊 不忘祖宗嚴啊 您賣祖宗坑啊 不忘祖宗森 您賣祖宗田啊 不忘祖宗嚴 您賣祖宗行啊 不忘祖宗商 就是說這個客家 客家文化的推廣 哦 那 最重要的就是語言 就像我們現在聽到 呃 原住民的話 哦 這個 雖然有十幾個族群 但是 他們講的話 我們就覺得這是媽媽的話嘛 對不對 我們祖宗的話啊 哦 我們如果是說 以前我小時候 如果是我祖父 跟我講 如果你們不會講客家話 你賣祖啊 頭拿著 都不靠下去啊 哦 對不對 這是一樣的 就被祖耶 哦 所以我們客家文化的推動 最重要就是語言的傳承 那我們也很肯定 啊 劉主委 哦 就跟客委會啊 啊 做一些傳承 那我們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發展中 中心啊 呃 跟我們 呃 這個 呃 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他有些功能是類似的 他不是只有說語言的部分 還有一些風俗習慣 哦 甚至 呃 原住民族客家 客家 呃 民族呢 他們有一些 特殊的 呃 文化的一些 優質文化的一些傳承 甚至 呃 原住民 呃 的 村落 啊 包括客家 客家莊的 呃 這一些的一些 觀光旅遊的一些推廣啊 呃 都是要靠 這 這兩個機關啊 呃 兩個機構呢 來做協助 所以我今天特地排了 這個 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呃 組織法 跟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這組織法的一個審查 就希望 呃 提升這兩個機關 呃 的一個位階 而且又可以避開文官制度的束縛 那這樣來推廣我們原住民文化也好 我們客家文化也好 我相信啊 幫助就會更大 好 那另外就是說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啊 呃 跟這個客委會 呃 這個 呃 劉主委啊 呃 這個請教一下 我們客家青年人才啊 斷層的原因有很多啦 除了歸屬跟認同感的使命之外 就是我們客家青年人啊 找不到出路 哦 以現在大環境啊 普遍不好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如何讓從事客家事務 推展客家文化 能夠成為一份有前途的工作 原住民也是一樣哦 好對不對 好 甚至啊 當作他的職業 他的 志業 其實相當重要 好 對不對 好 那 我們回頭看看 我們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在 主委的 報告當中 也有提到 目前有兩個文化園區 一個是在苗栗銅鑼 一個是在屏東六堆 那您剛才也有提到 苗栗銅鑼是三年半了 成立三年半 那屏東六堆呢 呃 成立了四年 那 這兩個園區啊 呃 呃 開 開園到現在 開放園區到現在已經累積了 就是銅鑼有385萬人 呃 這個六堆有365萬人 呃 呃 累積了750萬的觀光人次 呃 呃 對吧 好 這您講 那 那個 那個您主委 那個我們 呃 呃 原住民啊 呃 文化發展 呃 中心啊 呃 成立更久了吧 對不對 對 已經多久了 呃 設置 開始設置是在民國75年 台灣省政府的時代 哦 那開園是在民國76年的7月16號 所以迄今應該超過28年以上 那目前的這個 一年啊 去年的了 去年到你們園區參訪的有多少人 按照我們現在樹木杖哦 樹木杖成縣大約是在32萬多人 啊 一年 為什麼人數這麼少 呃 基本上啊 這個因為園區它的位置也好 哦 還有 碰到這個 比較偏遠 交通不便 對 大部分哦 這個 它不在那個理由的動線上面啊 哦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 園區啊 那這個 常常因為有風災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要關聯一陣子 這樣 所以 所以它的人數啊 大約是在三十幾萬 三十二萬上下 那不過委員 我們特別跟委員報告 因為現在我們要園區到三滴門 建了一個新的 叫做流理珠的吊橋 哦 我們一估啊 今年12月如果那個吊橋 開始 開放 它的人數一定會突破50萬人 我們估算用50萬人 所以它會很革命性的改變 所以未來 園區 可能在哦 整個服務的品質 管理上面一定要提升 所以我們一直真的希望要多一點人力 不然的話到時候 那麼多人進來 這是國家級的一個一個園區啊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品質服務 我們真的蠻擔心的 所以你看 客家園區啊 其實我去參訪 我也覺得它的交通啊 不是很方便 我想那個我們原住民 文化中心啊 可能更不方便 所以交通啊 是很重要的 但是客家園區在短短的三年 半到四年當中 它有七百多萬啊 那我希望原住民這邊啊 也能夠加油 如果把這個交通啊 這個瓶頸打通以後啊 而且我們能夠廣為宣導 這是我們的寶 你知道嗎 原住民文化是我們國家的寶 最重要的一個資產哦 就像客家文化一樣 是我們國家的最重要的文化的元素之一 哦 所以呢 這都是我們最重要的國家 最重要的寶 這兩個寶呢 我希望啊 兩位主委好好的努力一下 謝謝 那今天我們把文化中心啊 這個組織法 讓它修正 該給你們的人就給你們 該該提升的 只等我們來想辦法來提升 最重要的 哦 不是 當然我我個人來講 有點戈背往裡面彎啦 第一個我是客家子弟對不對 這是應該的嘛 那對原住民 我有深厚的感情 哦 我也是有應該對不對 結了不解之緣啊 為了修這個 原住民也是我修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都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寶 那寶呢要去發揚光大的話 就要去做傳承的話 那這兩個原區 這兩個單位啊 啊 是在在第一線的 實際在執行的 不是我們原 課委會 原委會 我在做規劃而已 啊 坐在辦公室裡面 他那是正在第一線 要去推廣的 這對我們來講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希望呢 人手上呢 哦 或是在 能夠啊 啊 依據他的業務啊 我們做 適當的做一些調整 我想這次也是應該啦 哦 那也要請了這個 人事 總處啊 這邊啊 能夠高台貴手啊 哦 全序部這邊啊 也希望你們 高台貴手 哦 該值等該提升的 就給他們提升了 哦 那當然 一定要有一些依據 好不好 那以上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好 接著請 呃 啦 賴正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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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答結束 委員諮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進出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委員吳依珍等題書面諮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那我們據人道考量 現在休息五分鐘 分開 想要放野 叔元 也算嗎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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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性 都一样 感性 我们来 感谢观看 发展 本中心 感谢观看 本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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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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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博物館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那本呢 我來唸一下 國立台灣公益研究發展中心 台灣公益研究發展 那是文化部首屬的 他就加了國立 我是建議加國立 國立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國立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這才是一致性啊 這個才是一致性 你掛了嚴明會掛了那個客家委員會 就沒有一致性 那國號會不要再表達意見 報告委員會 這個部分的話 是可以做一致的處理 如果說剛剛 由委員所提議的這個方案的話 應該是可以 因為如果說 它這個是一個機構上來講 我們現在再確認一下的話 應該是可以不用再加 客家委員會這個字是OK的 國立 國立啊 國立的話 通常是只有在所謂會的那個 教育部的所屬機構才會有這樣的處理 那這個國立上來講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尊重在那個客委會 客家族群跟那個原住民族群的一個特殊獨立性上 能維持它像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或者是原住民文化發展中心這樣 會不會比較妥適一點 那我們就依據這個 油美女委員等人所提的修正動議通過 可以嗎 等一下等一下 現在這裡就是說 當我們是寫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會不會中央跟地方分別清楚 從它的名稱會不會看不出來 那如果你是國立的話就一定是中央嘛 對不對 委員這個部分的話 機關會有強制性 那機構上它有特殊的 根據它的業務處境來看 那目前我們所看到大部分都 在地方都叫文化館 而不是文化發展中心這樣的字眼 所以應該是可以區隔的 你假如我們加了國立以後 在這個做國際的外交拓展空間 恐怕是更加被杯葛 譬如說APEC研究中心啊 你假如加了國立APEC研究中心 我們就比較困難障礙會比較多一點 是以上報告 那我那個 我講一下 曾天台委員 事實上比較屬於族群的部分 在國際上比較不會被杯葛 像以前 這個 以前是掛什麼呢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管理局 有掛行政院 掛行政院 掛行政院 但是照樣可以去加拿大 照樣去這個對岸 我率團過 我率團過到這個對岸 也到加拿大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管理局 所以這個因為 主義這個民族的部分 比較不會受到國際的影響 以上 劉美女委員 那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些的 所謂的發展中心 或是園區等等 這些 這也不算是園區 就是所謂的發展 文化發展中心 是不是全部都有國立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是一體 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一本就是行政院 組織改造相關法規會編裡面 所有的好像跟這個 機構有關的都是 像國立傳統秀中心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 行政法人的才有 還是他們是行政法人 不是吧 跟那個無關嗎 那個機構的部分 包委員是這樣 因為當時他 像教育部的這些所屬的話 他是既有原來的名稱 就叫國立或國家 這是有延續性的 所以並沒有特別去改 那今天來講 像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跟那個所謂的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他這個本身來講 我們當時在定位上 因為他已經是屬於 在中央機關的層次上 對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建議 像剛剛詹委員所提到 的確也是有 可以考慮的因素 那加個國立這個字眼 上來講的話 並沒有說 一定說一定要加上去 這樣的一個強制性 我要提醒我們各位委員 就是說 依照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裡面 事實上他這個機構的部分 這是屬於一個機構的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 因為我們主要是文化 推廣的部分 如果你加上去 也不一定有些什麼好處 反正你到哪裡都是 都原住民 原住民也很多 其他國家很多原住民 那像我們客屬的部分 他全世界有九千多萬的客屬 他也不一定說 我們沒有推廣的話 我們不要畫地字線 我是覺得 不要加這個國立兩個字 可能會比較好 那事實上 他雖然沒有國立之名 其實他有國立之實 我是覺得這是公務預算 而且是這個 等於是政府的三級機構 三級機構的時候 本來就是他獨立編列預算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是建議說 好不好 我們就是依照油美女委員 提的修正動議通過可以嗎 那個課委會 看課委會的意見 課委會呢 我來報告曹偉 這是我的經驗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而言 本來有個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了 那因為 本來加行政院三個字了 但是因為族改啊 就改為原住民族委員會 那事實上地方政府啊 有台北市 原民會 有台中市 所以如果光講 原民會 原民會的時候 就會以為是地方啊 譬如說我到台北市 我到高雄市 我講說 原民會怎麼樣怎麼樣 他以為是 那個地方的原民會 所以我都 我必須還要支持的時候 我講話的時候 還要特別強調 中央原民會 我要主動加個 中央原民會 或者是我還會習慣用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有時候 如果有個國立的話 那很自然的 就是跟地方 有區別 其實我們今天審的是 是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 它已經明定在那邊 那客家委員會 在我們行政院的組織法裡面 是一個正式的一個機關啊 所以 所以它是二級機關 那我們一級機關是院嘛 二級機關就是這個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是三級機構 其實應該那個帽子都還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推動相關文化 推廣工作的時候 人家一定是 這一定是代表中央的嘛 在如果縣市的話 不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他們就算有成立的客家委員會 它上面一定有灌一個 台北市政府客家委員會 而我們是組織法 他們那個不是一定是組織法的 有一個方式在進行 好不好 那我建議說 這樣對往後的文化推廣的工作 應該 不一定要很計較那個 一定要把它加上去 我剛才已經講很清楚 它雖然沒有用國力之名 但是它有國力之實 它本來就是這樣 定位就很清楚了 這是三級機關 我們今天的目的 就是要讓它變三級機構 好不好 那我們就尊重這個 油美女委員的提案 可以嗎 照油美女委員那個修正動議 通過 好不好 這第一條 好 接著請看 這個 這樣第一條這樣 我們的名稱是不是 客委會這個圖 要把它拿掉 那個不用 那個是我們的法案 法案名稱 那是 但我們客委會 我們那個 法案的名稱 我們還是客家委員會 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組織法 我們的法案名稱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在這個第一條裡面 一般我們在立法體力裡面 它基本上是說 你第一條一定是立法依據 或是立法目的來寫 這已經很明確的 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不好 因為客家委員會發展 前面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客家委員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它為了發展客家文化 跟辦理客家文化園區業務 所以才特色 這樣一個園區 好不好 應該 這個 題上沒有問題吧 那個 國華會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 那就沒問題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第一條我們就修正通過 請看第二條 第二條有沒有修正動議 有修正動議 有美女委員 那有美女委員要不要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 頭已經有一個本中心 長理下的事項 所以還需不需要再每一個 再加上本中心 所以我就把它那個刪掉 客委員 客委會有沒有意見 沒有 這個確實是這樣 我們在組織法裡面 基本上我們用字前詞 都是用很精煉的方式 不需要再重複 因為我們這個title 就已經第二條 你看就寫說 本中心長理下列事項 就是這個機構呢 它長理的事項 所以你不需要說每一項裡面 都是本中心所瞎 應該是 你只能管你們內部的嗎 反正限縮自己 你如果是跟周遭的客庄 一些辦活動 也要輔導他們 所以你說本中心 限制你自己中心裡面的業務而已 那這樣就可以推廣 可能更 把那個本中心拿掉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我們就照修正動議通過 那這裡還有一個 哪一個 就第一款是把本中心拿掉 那第二款 第二款那個客委會 那個主委 就說你們在第二款跟 第四款 的那個各 等一下 第五款 我這個 同意這樣的一個修正 因為這樣的話 可以使我們 中心的業務呢 它的一個幅度可以擴大 擴大 而且增加它的功能 拿掉沒關係 是的 OK 好 那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就依照 這個 由美女委員等人 等委員所提 修正動議 這個通過 請看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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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有修正動議 喔 就是 從原來的 十二指等 十二指 改成十二指十三 依照那個 我 那個是 總言論法裡面定的吧 還是 這個 全系部這邊啊 真的全系部這邊 那個 主密碼 齁 來說明一下 這個 修正動議這樣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議會 機關代表 大家好喔 針對這一條 因為本部的立場 其實很明確啦 基於維護官司干規 跟整體植物列等的恆平 那我們對於 配合行政主改 機關執掌業務 相關層級 沒有實質變動的話 它的植物列等 都是不宜於 調整提高 那避免機關 既有主改修編 個案調整 造成整體 衝擊到整體的 主列等的恆平 也會引起機關 之間互相援引 比照的困擾 因此有關這個 主列等部分 主任跟副主任 我們建議是 維持行政院所送的 這個條文的規定 那不過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裡面也提到 就是主任跟副主任 必要是可以比照 專科以上學校校 校長或教授的資格 來聘論 那通常因為這類 聘論人員並沒有專屬 的人士跟 退服的法律規定 那這一部分 我們是不是參照 以往的立法體力 在說明欄裡面 可以附加一些 相關的文字 也就是說 本條所稱 有關必要時 比照專科以上學校 校長或教授 副教授的資格聘論 是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規定辦理 那他的退休府序 來是比照 教師的相關規定辦理 並應該加入 教育人員退服基金 另外他所具有 85年1月1號 1月31號 教育人員退服新制 施行前的年資的 退服經費 则由本中心編列預算 來致印的文字 以致明確 那以上 有沒有那些文句啊 那個 王主任秘書所提的 有一部分 我是同意 但有一部分 我是不同意的 比方說 那個 依照 我們所有的 三級機關啊 都是 最少都是13指等 都是13指等 甚至呢 包括我們 早上一起來 我們現在還有幾個 還是14指等的 比方說警政署 改成特監 14指等 調查局 14指等 他們以前啊 以前的國貿局 因為 當時是由次長監 所以他改成14指等 那這次主改 我們把它調回13指等 這是有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這個訴求啊 因為它是三級機構嘛 三級機構當然還是可以到13啊 那本來就是13啊 三級機關一樣啊 只是說你要比照還是列 如果比照的話 你就可以用 政務人員的方式 來 政務官的方式來做 那如果是列的話 就要常任文官啊 只是這樣的考量而已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 這個植物列啊 檢認12至13指等啊 就讓他們提升 一樣都是 這個人生父母養的 都是13 13 都是三級機構 或是三級機關 為什麼 落差會這麼大 有點欺負人家 報告主席還是有三級機關 他的機關首長 職務列等是12的 要看他的機關的性質 還有他的編制圓的大小 不是所有的都是到12到13 還是有一些機關 他是到12的 還是要跟主席澄清一下 這個應該是我們 立法上的 這些來 也希望你們能夠尊重 因為畢竟這個文化中心 要推動這個工作 你要讓他 你除了要有他的這個 要給他一些武器 我覺得這個是有這個必要 如果你一樣 現在將來我們會整個 跟全西部啊 跟考試院來討論 包括這個軍人跟文官的比序 都必須要調整 你現在啊 他這個中央的一個機構 那今天 剛才還有委員要提到說 用加個國力 那你看看現在這個 六都升格以後 六都的這個一級主管 都13只等 對不對 那你中央的變成這樣 所以我之前有在主改的過程當中 包括我們各部會的 這個 各部會的一個 這個主任秘書 我都希望把他 包括你在內 我們都是希望給他調成 這個13只等 只是當時啊 因為協商的結果 我們暫時沒有 但是將來我們希望 還是要做一些 統一來做一個調整 不然的話 你那一級機 那個直轄市的 六都的這個 這個一級機關 就是一級單位啊 他是13只等 那以後這個行政倫理上 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去指揮啊 怎麼樣去督導啊 所以這個全盤做考量了 但是原則上 這有潛力可循 並不是沒有潛力可循 我們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這個 能不能再請教一下 對 就是說你這個 現在他升為第三級嘛 用四級升為三級 那他所有的人員的編制 都不能夠擴充 還是就是說 報告委員 因為當初其實 當初他是由原本 由四級 三級調成四級 那這次是配合 因為跟原住民族的這個 文化的這個發言中心 要做一次的處理 所以再從四級 回復到三級 所以他三級 本來是三級 變成三級 並沒有減少 變等也沒減少 所以他的編制 事實上是三級的編制 不是四級的編制 對 是三級的編制 是他原本的 對 那三級的編制 是不是三級的值等 就是12到13值等 還是說三級的編制 其實三級 就像剛才跟 主席跟委員報告的 其實他要看 我們他的編制要看幾個因素 那包含其實 業務性質 機關成績 還有他編制員的大小 那實際上也有很多的 三級的機關機構 他是首長是12值等的 那當然也有部分 你舉例一下好不好 沒錯 12值等的要哪些 12值等的這邊 譬如說 國使館 台灣文獻館 他是12值等 那 還有中正紀念台灣管理處 國立 國父紀念館 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灣博物館 文獻館 剛剛說過了 台灣藝術教育館 然後 其實呢 甚至於還有一些 他是在11值等的 那你說這些全部都是三級機關是嗎 機構 機構 對 你剛剛所唸的是都是三級的嗎 還是四級 是 13值等的有哪些啊 13值等的也有 的確是陳如主席講的 他這邊三級機構裡面有 自然科學博物館 對不起 對 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 那12到13的是海洋生物博物館 科學工藝博物館 然後歷史博物館 這是12到13的 那 藝術總籌備處還有 這也是12到13的 那13值等的呢 還有14值等的 對不對 這三級機關 還有14值等的 14值等的 是比較特例啦 真的是 這個主席非常清楚 因為警政署那個14值等是我弄的 很清楚 所以他那個是非常特例的 你那個區分的標準在哪裡 其實這個有一部分都是組織法的規定 那組織法都是透過立法院審查通過的 那我們就是尊重了 那我來處理一下時間的問題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開會到這個 今天的議案處理完畢 延長到我們議案處理完畢為止 這個有潛力可循 剛才唸了這麼多 都是12到13啊 也有啊 你不要說 他並沒有說我一定要13值等 或是說14 我這個給這個機關啊 用機關包括原委會 原委會 原民會 包括我們課委會啊 他們將來做一些調整 人事上啊 做一些調整 會比較好處理啦 這比較靈活一點啦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依據 就尊重我們 司法法治委員會 等一下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看來念了好多都12到13 好 那另外就是副主任能夠增加一人嗎 還是 那這部分是總處這裡 好人事總處 那個人事行政總處這邊來做說明 那陳主任秘書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還有各位約同仁 那副主任這個部分喔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整個 機關的一個規模 或者相同類似的一個機關的組織的形態來講 我們現在副主任 他兩個園區喔 副首長都是一位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維持原來 依照行政院的版本 這樣來處理以上 那問題他是兩個園區 這個有沒有潛力可循 現在兩個園區 比方說這個像類似這樣的 機構有沒有這個兩個副主任的 就是兩個是吧 對 就跟植物列等的那種意志是一樣 其實有一些比較規模比較大的 或者是說他的業務性質比較特殊 是有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現在因為在我們副發中心這個部分 他雖然有兩個園區 但是他可能分散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那他的規模可能還是在一個副首長 依照一般我們過去的機關的一些性質 大概用這樣的方式處理比較一致的 上 各位委員的意見 另外 另外跟主席報告一下 在主改的過程當中 過去可能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 但是我們在主改的過程當中 盡量就維持他原來 不要因為主改的關係 然後來增加其他的一些 就是大概 主改的過程有大概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主改的目的 主改的目的 當然是一個是組織精簡 第二個是這個 組織受身人事精簡 法規要鬆綁 但是他的業務 我們總原額法裡面 為什麼 我們明明我們現在的這個法定原額 是 是 這個是 我們現在定的是17萬3 定17萬3 為什麼 我們 預算原額 當時只有16萬4 那目前是變成15萬8千多 我們有在減少 但是啊 我們是主改的目的 是要提升這個單位的機關的 國家的一個競爭力 行政效能 那如果說他業務的拓展 而需要這樣的人手的話 這不是說不能調整 也是在這個總原額法裡面 來做一個 所以是不是這個請人事總處這邊 就是同意 我是認為是說這個還好 因為他是確實是兩個 基於管理上的一個方便性 他是有兩個園區 那一個副主任 兩個副主任來 各 各 各組長一個園區會比較 而是相隔這麼遠 我是覺得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去做一些考量 跟主席報告 他有兩個園區 他是其實副首長 副首長的主要的功能 是在協助首長處理 他的機關的一些業務 那如果按照我們 目前的一些比較相同 規模的層級來看 譬如說 國務紀念堂 中文紀念堂 歷史博物館等等 大部分都是一個 一個副首長這樣子 那 所以我們也考慮到他的業務 然後也考慮到主改的一些 的過程 那大概我們希望說 還是跟 會 跟目前的一些標準 大概 也同一個方式來處理 這個是不是請那個 課委會 來做一個說明 針對這個增加 那當然 十二指等到 第十三指等 我們是鑑於 在國內很多數的 同性質的 國立文教館 館所的首長的職務列 那職務列 檢認第十二指等到 第十三指等 所以我們是來比照 有潛力可循 那 也是 比照這個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國立歷史博物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等 提升為 檢認第十二指等 至第十三指等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但相對的 就是說 增加副主任 兩人的部分 是不是請 這個 課委會 來做一個說明 為什麼要增加兩個副主任 說明一下 不會啊 對 就是不要為難我的意思 這樣子 我就 因為 你當我應該支持行政院版 因為這個 院會通過的版 那 那 今天送到大院來審查 但是我 我還是 表達我個人個人 遵守個人的開發 因為 就像 課委會 只有兩個副主任委員 圓明會有三位副主任委員 對 沒有錯 我現在消的是說第三層級的副主任 到底是什麼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同樣政府的一個機構 有兩個 有三個副首長 那可能跟我們預算規模 跟原額編制規模 是有關係的 所以呢 他整個的 他的這個這個 身體的比率應該是多少 那按照他的一個一個 原額編制的規模 預算規模 來做植物列等的 還有副首長 副主管是應該幾人 所以 對他們來講是 整體 全國公務體系的 是做規劃的 但是 委員對我們說要有兩個副主任 我覺得 好像 我不能夠 退卸 這個這個他對我們 整個 你樂觀其成就對了 哈哈 因為 尊重 因為這也是兩個園區 這兩個園區 這兩個園區 這也是兩個園區 可以這樣一個考量 不過呢 我還是覺得說 過去 我們編制本來就三級的編制 那 後來主改變成四級 那現在是 只是回覆到當時的狀況 所以我們同仁應該要了解到這個信心 我們為了這個吸引跟留住優秀的人才 來協助來推動客家文化發展 而且他那個業務信 他就是有兩個園區在那邊嘛 而且相隔兩地這麼遙遠啊 都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地方 你要留住人才是很難的 所以是不是針對 如果有沒有潛力可循 像這個三級機構啊 這個 這個單位裡面那個副主任 有兩個有沒有 哪一個單位 那是不是請說明一下 請人事總署說明一下 包括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其實就剛剛有報告過的這個部分 在主改原來的副發中心跟原民 原民會的這個中心 這是原來的三級機構改到四 四現在再回到三 那其實他的工作性質跟他的組織的規模 都一樣都差不多是這樣的性質 那原來是三改到四的時候 照全序部的一般在植物類等的 或者是說他在組織規模的時候 他三改到四應該是要調降到他四 四等的這個植物類等 但是那時候沒有動 那現在改回來在植物類等調高 或者是說增加一個副首長 那可能就是跟原來的一個狀況會比較 所以我剛剛報告的是說 我們現在的副首長 大部分當然也有 像譬如說像 一些比較大的 像一百多人的這種 國民教育學潛發展署 他也有兩個 當然也有 那大部分都是一個的副首長 所以比較多 那因為他兩個人員是兩個地方分散 剛剛我們也顧慮到這個問題 那兩個地方分散 他兩個分散原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那其實一個地方可以用比較 就是他的 不一定要設兩個副首長這樣來處理 可以用比較高值等來處理 或者是說他副首長他可以來處理另外一個地方 或者這個到時候看看 客發中心這邊可能會有一個比較適當的安排 有好不好 這條保留 這條保留啊 再協商一下好了 因為也不要為難他們 先保留 我們就通過12到13那個 那後面那兩個人的部分保留好不好 好 那接著 那第三條 那第四條有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第三條佔保留嘛 是吧 那第四條沒意見 那個是不是 有修正動議 這也是人事行政總處吧 人事行政總處是表示一下意見 第四條 新張的 新張的 那請 那個第四條 那個行政總處 這新政總處 還幫我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議員同仁 那 第四條是主要是聘用人員的部分 那實際上在這個地方 我 在 依照聘用人員的條例 我們在盡量聘用的人員是 都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根 不能超過15% 那在克法中心这个部分 已经有比较弹性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建议 现在有一个提案 说不超过30 那我们同意原来 现在修正的一个条文 再来处理 同意那个 签列的 30个人 所以就是第四条里面同意 他原来 原来聘用的是有多少人 现在原来聘用是多少人 50个人嘛不是吗 33 那你为什么变成30呢 提案30个人 提案 其实原来行政案 没有这个版本 那如果 原来行政案是没有这个版本 说这条是新增的一个版本 那因为提案修正不能超过30个人 我们提这个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希望他在另外一个 我们在附带决议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 因为 这个他们的原额 他的编制原额是50人 那他的预算原额是69人 到目前为止 所以 因为 因为这个 经常 我相信他们那个 也受到这个 是 是 监察院嘛 是吧 审计部 审计部啊 他们认为说 来纠正他们 所以那你 你的 是不是请那个 主任说明一下 好不好 请主任说明一下 好 赵伟各位委员大家好 针对这一条 我想因为目前实际上 我们的预算原额 职员只有34 虽然我们的法定的编制原额 是50人 但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职员只有34人 那约片人员目前 是33人 是预算原额33人 那假如 有照这样子的通过的话 那我必须要把 三个人要裁剪掉了 那反而 反而对我们 呃原区 已经人是 呃原额已经很缩紧的状况下 又把我限额再30人 那对我们的人力的运用上 反而不利 所以我建议 是不是不要再 争这一条的一个规定 你把这个拿 拿去给他们联储一下 他们两个 因为你这一个 必须要跟那个附带决议的 那个A 好像要一起看吧 所以 那个人事行政总处 你们的 就是 修正动议的第四条 跟那个附带决议的 A 你们的看法到底是 因为这两个应该是联动的吧 是 主席各位委员 那这两个部分 呃在 A的这个部分 呃 呃 我们希望是说 还是回到 呃 以现在就刚刚有跟 呃 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的 状况 我们在主改的过程当中 是3到4 4代回到3 所以我们希望是为原额的部分 还是维持原来的 这个状况 那其实刚刚 其实 我 其实刚刚这个 如果 科发中心提出来的这个 呃 如果没有在条文上 提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一般的 聘用的 比例 是 5% 如果用5%来算的话 那反而 会 经常会被监察院 或者是说 其他的单位会来 我们是替 科发中心在 提 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不列的话 反而会 说你这个依据是在哪个地方 为什么会超过5% 这样的一个规范 所以 大概有这样的用意 那 我们希望说 我们是建议说在 它改制的过程当中 主改的过程当中 3到4 世代回到3 不要因为这样的状况 来 就是扩大了 或者是说 它的原额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构想 以上报告 他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 他为了鼓励人才下乡 所以你现行的组织编制 是50人是不够的 他有两个园区 那 那个 而且他是一中心 监管两个园区 他实际的人力 所需 所以才做这样一个 我们所做的附带决议 大家看一下 这个附带决议的A 这个第五页的A 我该中心编制原额 应与合理调整 而且以67人的总原额内 由该中心依植物列等表 规定自行调整编制表 跟这个植物列等 那换句话说 我们是配合这个 这个第四条的部分 为什么把这个 这个聘用原额 给它限缩到30人的原因 就是希望你将来 我们希望在编制原额的里面 给它增加 那我们这个是增加67人 如果看人事行政总处 这同不同意 这附带决议 对不对 如果同意 那当然就 这个减30 变成30个也合理 就是说你不能两边都要 这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它因为 这个聘用人员过多 那比例不符 造成了这个 审计部也好 或者监察院对他们有意见 要纠正他们 所以我必须要去把这个化解掉 来解决他的一个问题 那你人事行政总处这边 可以同意 多多少人 它在编制原额 合理做一个调整嘛 增加一些人员 对 真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 那实际上现在的客发中心 它是67个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一下就结束 对很快 客发中心它是67个人 包括职员34 聘用33 那实际上它也是67个人 并不是现在只编制50个人 它现在实际上加聘用人员33 加职员34 是67个人 职员34人嘛 对不对 是 如果是34的话 那原额内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 编制原额里面的 因为你约聘雇人员过多 约聘人员过多嘛 比例超高嘛 所以必须要把它调整回来 有些是在职员里面 如果是67人不行 你们觉得多少人可以 这个编制原额 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啊 你不能让这蒙着眼睛 再看这个问题啊 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 其实我们在思考两个中心的问题的时候 跟其他的同层级的机关是一起在 并案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等一下 下午来不及 对对对 一下子 他那个吃饭还好啦 现在吃饭呢 他那边那个 因为基里巴斯总统来 陪王院长 王院长陪他们吃饭 那一下子我们把这解决一下 很快 我们尽速好不好 这个赶快做决定 或是我们另外提一个这个案子 我们有 就是说 是不是先读一下 附带决议 业马编号五之一 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编制原额总数 得由客家委员会是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实际业务需要 于该会及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现有编制原额总量范围内 由客委会 酌酌 该中心编制原额至55人 伺候并得由客委会 是该中心实际业务量能 园区营运绩效等情形 何时评估该中心所需编制能力 如人有不足 再寻程序办理编制表修正相关事宜 提案人 吕文学章 联署人张伟 满容 郑文天才 先读完毕 这就配合第四条 我们第一条 争列的部分 意思是说 编制原额 给你们提高到55人 多5个人 但是呢 因为 我们为了要解决 纠正你们的问题 就变成约聘的人员 我们限缩到30人以下 好不好 那这样 人是总处这边可以这样吗 那我们同意 同意这样 但是聘用人员 聘用人员的部分就左减 对对 就左减 刚刚主席那个部分我们就尊重主席 那就放在这个B的附带决议好不好 那我们就放在B的附带决议 那就直接这样 第四条就照案通过 那附带决议就依照这个B案 5-1的B案通过 确诊 第四条要改为第五条 第四条要改成第五条了 那现在就是这个条例 请那个议事人员 作为调整 第四条改成第五条 好不好 因为我们正列的一条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的第四条 那针对这个改成第五条的 这个原来第四条改成第五条的 本中心各职称之官等职整局员 另以编制表定之 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我们就照案通过 然后那个第五条改成第六条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意见 我们就照案通过 第三条要保留 那第三条的部分要不要保留 那是不是那个客委会这边 就不要不要这个 一定要求说两个副主任 好不好 这个没有 如果没有潜力可循的话 那我们就把 但是12到13 把这只等调生 好不好 那当然他还有一个 这个 刚才有说明里面 要把那个签列进去 说明的部分要不要宣读一下 那请宣读一下说明 第三条 签列说明部分 为保障及鼓励 具原住民身份公务人员 有晋升最高事务官 常务副主任务 重新宣读 第三条的立法说明 一本中心首长副首长是职称官职等级原额 二本条锁定比照专科以上校长副校校长教授或副教授之资格聘任者 其退休辅序比照教师相关规定办理 并应加入教育人员退附基金 令其所据85年1月31日 教育人员退附 新制实施以前年资质退附经费 由本中心编列预算致印 宣读完毕 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就 这个立法说明也照案通过 好 来 报告联系会 本案审查完毕 拟据审查报告 提报院会处理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 由屡召集委员学长说明 接着下来我们进行讨论事项三 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原住民族委员会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 及委员简东民等24人 拟据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组织法草案案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审列大体讨论 直接进行条文的讨论 那请宣那个提案条文有没有 那请先读那个提案条文 看看条文对照表 行政院院提案名称部分 原住民族委员会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 委员简东民等人提案的名称是 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组织法 行政院提案第一条 原住民族委员会为办理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业务 特色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括弧以下简称本中心 委员简东民等提案第一条 原住民族委员会为发展原住民族文化 及办理相关业务 特色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括弧以下简称本园区 行政院提案第二条部分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一原住民族文物史料与传统建筑工艺之保存 维护活用及执行 二原住民族地区文物关乎化 辅导管理及管计交流 三国家及原住民族 乐舞团之设置规划推动及管理 四原住民族文化艺术典藏展示表演 推广及预程 五原住民族图书影音资料之 征集整理出版及数位化加值运用推广 六原住民族文化社会教育推广 七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场馆 营运发展管理督导及游客服务 八其他有关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事项 委员检东民等人提案第二条 本园区掌理下列事项 一原住民族文化资产之清查研究 整理教育保存推广活用及执行 二国家及原住民族乐舞团之设置规划 推动及管理 三原住民族文化艺术之典藏展示表演推广及创新育成 四国际南岛民族文化之文化交流 五原住民族图书影音资料之征集 整理出版及数位化价值运用推广 六原住民族文化社会之教育及推广 七本园区场馆之营运发展管理督导及游客服务 八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文物化管支辅导及管制交流 九其他有关原住民族文化资产之保存 研究发展学术研究及交流社会教育活动事项 行政院提案第三条部分 本中心自主任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指等 副主任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一指等 委员检东民等提案第三条 本园区自主任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二指 第十三指等 必要时得比照专科以上学校校长或教授资格聘任 副主任一人职务列检任第十三指 行政院提案第二条 本中心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原额 另以编制表定之 委员检东民等提案第四条 本园区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原额 另以编制表定之 行政院提案第五条部分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员检东民提案与行政院版同 宣读完毕 请宣读有没有修正动议 请宣读修正动议 请各位参看页马第六页 第二条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一 前面不太一样 前面第一 那个名称也 名称 名称他也加个台湾 名称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 第二条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一 原住民族文化资产 史料与传统建筑工艺之保存 研究 维护活用及执行 二 原住民族文化艺术之典藏 展示表演 推广及预成 三 原住民族音乐舞蹈及民俗活动之研究 编策划 演出及人才之训练事项 四 国家级原住民族舞蹈 及 国家级原住民族乐舞团 及场域之设置规划 推动及管理 五 原住民族图书 影音资料之征集 整理 出版及数位化 加值运用推广 六 原住民族文化之社会教育 及推广 七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场馆营运发展管理 督导及游客服务 游客服务 八 地方政府原住民族文物化馆之 辅导评件及管制交流 九 国际南岛民族之文化交流 十 其他有关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事项 第三条 本中心制主任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十二指挣制 十三指挣 因具有原住民身份 副主任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十一指等 提案人 徐为志荣 郑委员天才 游文梅林 女文学章 姚委员文志 李文俊逸 张维满荣 请看页码第八 第一条 原住民族委员会 为原住民族文化发展 办理文化研究 典藏 展示 教育推广等业务 特赦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本中心 第二条 本中心掌理下列事项 一原住民族文物始料与传统 传统建筑工艺之保存 维护活用及执行 二原住民族地区文物画馆 辅导 评鉴及管级交流 三国家级原住民族 乐舞团之设置规划 推动及管理 四原住民族 音乐舞蹈及民族活动之研究 编转策划 演出及人才之训练事项 五原住民族文化艺术典藏 展示表演 推广及预成 六原住民族图书 影音资料之征集 整理 出版及数位化 加值运用推广 七原住民族文化 文化社会教育推广 八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圆区 航馆营运发展管理 督导及游客服务 九 其他有关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事项 第三条 本中心制主任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十二指等 且因具有原住民身份 副主任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十一指等 其他人 尤为美女 女人学章 张伟满荣 联署人 庄委员瑞雄 谢维国良 立委员俊益 叶马九制一 第四条 本中心为应业务需要 多元化禁用原住民族文化专业人才 协助办理及推展各项业务 得益聘用人员聘用条例之规定 聘用各项相关专业人员 其聘用员额不得超过四十人 第五条 本中心各职称之官等职等及原额 另以编制表定之 第六条 本法施行日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提案人 正为天才 正为满荣 又为美女 叶马第十叶 附带 文化发展中心 而行政院几何定该中心三个业务单位 两个辅助单位 编制原额50人 预算原额24人之编制 难以因应原住民族文化之多元性 多样性之业务需求 亦无法有效发挥组织工人员决议 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之组织编制 应设置四个业务单位 三个辅助单位 编制原额应至少90人 实际预算原额70人 相关原额增列之人事费 请行政院主席总处配合编列 提案人 郑委员天才立委员学长张伟满容 徐委员志荣 邀委员文志 李委员俊逸 邀委员美女 宣读完毕 报连续委员我们先来看这个 第一条 第一条这个名称啊 名称的话 行政院的提案是 原著民族委员会 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圆区组织法 那另外呢 这个 郑天才委员所提 等人所提议 就是名称改为台湾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 是不是 这个 袁明慧啊 林主委 说明一下 要选择哪一个 包括主席 各位委员 同意照那个建议修正的条文 就是台湾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 这个名称 那如果法制上面 没有什么困难 我们就同意照这个名称 这个 那个国科 国发会 针对这个 有没有问题 加个台湾 来来这边讲 来这边讲 要留记录 报委员 这一个案子是人事总处这边主审的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是支持行政院的版本 那最主要的考量的话就是原先他的自己的所提出来的 原明慧所提出来的版本也是叫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那如果说像现在依照修正条文加了台湾两个字可能也要请原明慧这边要考量一下 就是说在原住民族的同胞里面是不是只局限在台湾地区那我们的管辖范围还有包括台蓬金嘛那如果到其他范围是不是原住民族就就没有照顾到所以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可以 我们的建议是维持行政院版可能会比较妥视 谢谢 他这个是这样 因为绿岛 里岛我们还是有 因为第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行政院的版本是 跟简东民的版本不一样 一个是文化园区组织法 但是我们这是 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已经改成这样 至于加个 天上兄说要加个台湾 那如果 里岛怎么办 好吧就不要加了 好吧那就依照行政院 这个法案名称 就依照 行政院的提案通过 好不好 请看第一条 对 第一条 游民女委员有一个修正动议 第八页 请大家看这个 第八页 他是以目的论 他是以目的论 他有增列的一些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 元明会 林主委 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 事实上 所有的 第一条条文的文字 这个是统一 当时的研考会推动 这个主改的时候 都是统一样的一个文字 所以每一个 每一个机关的文字 第一条都是非常的简洁 就是现在行政院的一个版本 所以我们觉得行政院的版本 应该是已经就包裹在里面 OK 好那我们第一条 就依行政院的提案了 通过好不好 好 请看这个第二条 有两个修正动议 一个是郑天才委员 跟另外一个是 游美宁委员 提案 那个请 那个 元明会 林主委 跟主席 还有各位委员 报告 基本上我们觉得 这个游美宁委员的 这个提案 这个内容 加了一个款 这个内容也写得 非常的好 我们觉得 这个条文的文字 似乎 可以采行 在这个建议修正的条文 也同样的 他也列了这个文字 在 这个文字上 增加这一款 对我们的业务 没有什么 第几款 增加第 它第四款 第四款 就是援助民族音乐舞蹈 及民族活动的研究 编转 策划演出 及人才的信念事宜 因为这个内容 赤相等等 这个内容 跟我们本会的 交易文化 是业务没有重叠之余了 所以列在这个文字 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也比较明确 特别跟主席做报告 那郑天才委员也有啊 是第三款嘛 那他增加的一款是在哪里 国际南导民族之文化 这个是 都有 简东民版有没有 也有是吧 对 顺序做调整 简东民委员那个提案 也有南导 都有南导 行政院没有是吧 也有 行政院版本没有南导 南导民族是文化交流 国际 要不要请那个 陈主任秘书说明 来说明一下 对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 各位委员 这个执掌的部分 在这个地方有 在第二条 这个地方有 在第二条 这个地方有增加一个 第三款 有增加一个 援助民族音乐 舞蹈及民族活动之研究 编策划演出及人才的训练 事项等等 那其实 你今天说谁的版本 这个是 郑委员的 郑天才委员的版本 那其实这个部分 就已经 当初行政院在 定这个条文的时候 也觉得这个是包括在 第二款里面 所以 这个其实可以 我们建议这个可以不用再 那 第九款 增加国际南岛民族之文化交流 其实在 原民会的 综合规划第七条 原民会的 出户规程第七条 的综合规划处的 第七款里面 它就有一个 国际与两岸 国际与两岸援助民族交流之规划 协调及审议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去建议这个 还是依照行政院的版本 这样会造成两个单位 他的执掌会有 重务重略的一个状况 以上报告 谢谢 那是不是 曾天在闻 你说明 这个文化艺术 跟民族音乐 舞蹈民俗活动 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这个在 我们法制级 立法院的法制级 有邀请专家 协者相关的单位 也讨论 是建议增加这个 原住民族音乐 舞蹈 这一款是 法制级 经过相关的专家 协者讨论之后 认为建议要增加的 也有邀请人士 行政总处 相关的部会都有邀请 南岛 是不是请 原民会 林主委 来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 原则上 基本上 我们 这个 同意加这一款 第三款的部分 就是 援助民族音乐舞蹈 及民俗活动之研究 策划跟演出人才之信念的事项 这个给文化 新的文化发展中心 更明确的一个工作执掌 至于这里提到的 第九款 国际南岛民族的文化交流 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是属于 会本部里面的 关于综合规划处 他们的业务的执掌 就是推动国际事务的交流 是在会本部 这个部分拿掉 我们没有见 会同意 这个要拿掉吗 你们那里面就有了 是不是 妳出屋归层里面有 还是 在那里 对对 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部分就是 出屋归层 是吧 对 没错 换句话说 就是依照 呃 郑天才委员所提的 呃 修正动意 但是把这第九条 第九款 第九款拿掉 是不是 这样就可以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這個拿掉 那就把那個 款次 第十款改成第九款 刚才那个人事行政总处 那个陈祖密 因为这个是本中心执掌事项 你是考人士的不用 谢谢你的关心 那我们就是 那个第二条的部分 就依据 这个 政天才委员等人所提 修正动议 再修正通过 应该是再修正通过 好 谢谢 请看第三条 请看第三条 有没有修正动议 两个委员都有修正动议 在第七页 第七页 第七页跟第九页 照政天才委员 这个意见就对了 好 请说明一下 报道主席 我们这个同意政委员的这个意见 因为这个 这个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 跟这个客家委员会的这个发展中心 事实上是兄弟中心 有差异 让人家感觉上 这个有上下高下之别 对整体来说比较不好 形象 所以我们这建议 既然这个客家的文化发展中心 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同意 那这里面特别加了几个文字 因既有援助民族身份 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家境也蛮好 对 好 那这个 第三条就依照 你这个有没有比照 什么专科学校 那个副主任那个部分要不要 那不用是吧 那不用 好 那就第三条就依照 郑天才委员等人所提 修正动议 修正通过 但是在刚才我们客委会的时候 他是有在 就是说 植物列检认地十二指等 至地十三指等 你这个少了一个地 好不好 加个地 好 那我们 第三条就依照郑天才委员的修正动议 再修正通过 好 接着请看第 第四条是吧 有一个阵列的第四条 阵列第四条 九之一 请看九之一 阵列第四条 这个是郑天才委员等人所提的 这先读过了吗 先读过了 针对第四条 本中心为应业务需要多元化禁用援助民族文化专业人才协助办理及推展各项业务 得依聘用人员聘用条例之规定聘用各项专业人员其聘用员不得超过四十人 是不是请人事行政总处这边来说明 官方主席 是不是并那个附带决议一起谈 并附带决议啊 对对 A的附带决议是吧 这条就不要 那这条就不要就对了 一起谈是吧 一起谈是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嘛 那个A呢 第十页 最后一页 第十页 针对这个附带决议的部分 员明慧这边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那个人是行政总处 那请 这就是你的业务执掌了 没问题了 谢谢 要请你说明了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严同志 那这个两个案子 如果一起看 我先补充报告一下 刚刚那个 第四条那个增加 那个第四条这个部分 这个不得超过这个40个人 平用员的这个部分 那实际上这个如果这样定的话 就等于增加40个人一样 就可能有这种疑虑 有这种疑虑 那刚刚刚研发 研发中心那个部分 是 对不起 是因为他处理他现在的 克发中心那个部分 是因为处理他现在的33个人的一个问题来处理 对不起 那跟刚才 跟这个第十页刚刚正天才委员提案的这个两个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问题 那我们建议是说建立刚刚这个提案 在底下这个3A这个部分 底下这个部分 我们做一个文字的一个调整 那台湾年住民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编制 那个应设几个单位 几个辅助单位 这个我们建议不要在这里定 那这编制原额 编制原额以 这里是写说至少要90个人 那预算原额要到70个人 那这样子的话就一样就是会造成 说我们增加原额的 如果依照目前我们原住民的 研发中心的原额 预算年额是31个人 只缘24个聘雇7个 那这样的话就又是另外增加原额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建议说 编制在这个地方文字修正为 台湾年住民主文化发展中心之组织编制 那原额 编制原额 以其他管所很平 那定为就50个人 现在目前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 其他管所 对 很平 那定为50个人 那实际预算原额 以本院第八届第四会期 第十八次会议 之前我先报告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是有有24个人 有34个人 34个人给原颜发中心这个地方 后来因为有10个人 原领会这边把10个人 就调到原领会这边过来 所以才会刚刚提到的时候有24个人 那我们建议是说 以本院第八届第四会期 第十八次会议 就原领会的 审查原领会的 组织法时的附带决议 就34个人 其中10个人应用原住民 原住民委员会来移驳 那整个原领就回复到原来 原来我们给他核定了34个人 这样的方向来做 以上报告 是不是说明一下 我来说明一下 这个刚才的说明 事实上这个90人 90人的这个人数 是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102年 在审查这个原领会的 组织法的时候 的一个附带决议 那所以刚才 人事行政总处 所做的说明是有误解 并不是从 并不是从原领会 移到文化延期 也不是从文化延期 移到延民会 不是这样移来移去 不是 当初的主 那个附带决议 都有针对 延民会的组织法的 延额 做附带决议 也有对 文化延期 发展中心 的附带决议 的延额 也有做附带决议 所以这个当初是退让 当初是退让才变成 这个103年1月 立法院所做的决议 所以这个部分 不是说从文化延期 移到延民会 然后现在要从延民会 移到文化延期 不是这样 那至于延民文化延期的部分 文化延期的部分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跟其他的 三级机构来比的话 确实是给的太少 42公顷 然后还要负责29个 地方的文物馆 这个一个辅导 评件营运 活化 以及还包括各学校 各社团的一个 文化的这些 歌舞的这些 延续各方面 事实上它不是只有42公顷 所以其实是一开始 是你合的太少 应该是这样讲 现在才19个 看了就很痛心了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请 我们不坚持第四条 但是这个附带决议的部分 希望 这个行政院 人事行政总处 能够支持 那个第四条不坚持 对不对 那没关系 我们就不增列 但是呢 这个附带决议的部分 我们希望把这个 台湾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 那个台湾两个字 因为我们通过的 要改一下 把这个 拿掉 包括下面有几个 包括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心发展中心 这个 那个一并都要删除 好不好 那个删除 然后面的部分 另外就是那个 刚才人事行政总处 所提的一些建议 跟 郑天才委员的意见 好像有些不太一致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那这边有一个资料 就提供给大家知道 再参考一下 立委员党团协议的协商结论 在102年的时候 是有提到 我们有一个部分 就是实际上增加 就实际上增加原则 调整为34个人 那在行政院在 后来有依照立委员组织通过的 第一项附带决议 就有提到说 原住民文化圆区为三级机构 这是立委员的函 103年1月22号的函 原住民族文化圆区为三级机构 编制原额 编制原额50人 实际预算原额调整为24个人 所以中间那10个人就到原民会 大概有这样的过程 给主席跟委员参考 不是这样 这个 我这边都有 当初立法院在司法法治委员会提的 我来念给你听 在原民会的部分 280个人 这个预算原额是185 那这个有关这个 那个文化圆区的是92 92 我们现在也没有写那么多 所以这个部分 并不是这样子 这个部分 并不是说从哪里移过去的 并不是从什么 一个机关是一个机关 一个机构是一个机构 这样那个 这个报告 你不要说 就说 民进法院 就知道 民进法院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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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这还是要用附带结议 这附带结议 啊 没有 这个 这个体力就是写结议 啊 啊 啊 没有啊 不是最后通过的版本 我们这个才是最后通过的版本 我们这个才是最后通过的版本 不代结议就是结议啊 報紙 我刚才 我再报告一下 其实政委 政委员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 是中间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最后的决定 最后决定 最后决定就是刚刚我念出来的 这个立法院的最后一个函 这样的一个方式 政委员刚刚讲的没错 中间有那个过程 在讨论的时候 有那个过程 那最后决定的那个版本 就是刚刚提到说 这个原住民文化圆区的部分 原来调整为24个人 是有这样最后决议的一个正式的函 那个是我不得不的退让啊 我那时候为了 为了趕快 配合行政院的主改 冷痛的退让这个 是文化圆期的部分 因为我是想说 因为通过的是 圆明会的组织法嘛 因为那个法是通过 圆明会的组织法 并不是通过文化圆期 文化发展中心的组织法 所以严格讲起来 那个附带结议是针对 严明会的组织法的附带结议 你 编制 编制原额 应以其他管手横平 定为50人 那 就前面那个 音色几个业务单位 那个就不用写了 要打 要打 要血啊 因为如果 人比较 那个 实际上跟委 竹命 是 我們不好意思说 都比现在在场的客家啦 但是也不得不讲 他现在你知道他有几个 业务单位吗 他是几个 他不是只有三个呢 客 客 对啊 四个 四个啊 对 然后他的辅助单位 三个 现在严明会只有一个 现在的严明会 文化中心 文化发展中心 只有一个 你说不写的话 就是就一直被欺负啊 对不对 其他的 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主改的那个法案 都有写这些啦 都有写这些 不是不能写 还是可以写的 好不好 竹命 可以啦 可以啦 你 你后面那个人员可以再讲 没关系 但是你这个 辅助单位 业务单位那个还是要啦 这不是第一次嘛 这个都有啦 很多案例 包主席 文字上 可不可以 建议一下 就是组织编制 多少人 多少人 这个部分 那 由 由圆明会 跟 就整个总员的来调整 那移到 怎么移 我们没有意见 那至于移完了以后 应设置的业务单位 那我们再来跟 看移多少人 那我们再来跟那个 圆明会跟 跟原发会这边再来做讨论 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 等一下我们马上捏文字 这样可不可以 好 那我们先 你忙 我们马上先 那个不接受了 那个不接受 他要从圆明会把移过来 他要从严明会移下来不可能 他要从严明会移下来不可能 你就是说 因为其他公司员而 因与其他反手同学 我们做一个要求 我们做一个要求 就按照我们的意思面没有关系 你就按照我们的意思面 那如果他要正在他看业务单位 就这样他设 没关系 但我们最后跟他谈 你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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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不是 可以就是他的 援助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之组织编制 原额 他组织编制 原额 应与其他管所横平 包括 包括赵伟 那要 你四个业务单位如果要明定的话 不是 包括赵伟 我先谈人的部分 他十六个族 他就要展演十六个族 每一族的歌舞文化 他跟客家一个单一 他非常多元 十六个族 每一个族都有很多的歌舞 他都要去处理 真的 这个非常多元 以这样的人力真的够了 先谈人 先谈人 人比较重要 那几个业务单位那还齐次 先谈人 人多了当然就会 原民会 林主委说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员 现在我们原民会的 这个组织编制 是195个人 那这195个人 已经反映了 刚刚那个政委员 特别提到的 早期在做主改的讨论 原来我们的这个编制 是达到280人 但是在103年的时候 通过就降到195人 如果现在这个文化发展局 又要从这195人 挪役部分的人去 我看那个原民会 等于没主改 所以我还是觉得 这个部分把原民会的组织 跟文化发展局的组织 在人用人部分 能不能把它切开 切开 然后呢 很同意这个主席 刚刚特别提到的 那将来呢 这个文化发展局的 言额的编制 就比照其他的 同等级的 这个发展中心的原因 这样子来去处理 我觉得这样是 至少啦 原住民 这个文化发展 在人家看起来 是基于比较同等的一个位阶 我觉得是合理啦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那边跟主席做一个报告 谢谢 因为这个人数 那个人事总处这边 可不可以增加多少人 其实在 在我们那个文字 你出来之前 再跟主席报告一下 实际上在 整个主改的过程当中 在原民会的这个部分 我们原来 在原来最早的是20个人 编制员额 20个人增加到50个人 那预算年底是从19个 增加现在的34个人 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 是24还是34 34 对 增加34个人 那10个人 他是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用 没有移的问题 怎么可能有移的问题 当然就整个 整个原额 那时候我们是增加34个人 但是10个人是移到 他就 对对 那文是 我们这边是有这样 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 那好了没 在还在写的时候 我还在强调一下 这个业务的 真的是比 我不敢说 这个 真的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传统艺术中心好了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七十几个人 他也没有研究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 没有 都是在原住民文化发展中心的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 七十几个人 这里才十九个人 现在你才二十四个 这样好不好 那个 你 那个 陈主编啊 是 你现在稍微给他炒你一下 是 你把那个 设置四个业务单位这个拿掉 是 然后三个 普助单位这个拿掉 那 至于编 编制原额 你现在 可以增加多少人 或是 这个 或是这个要不要写 就是说 你如果现在不写的话 就是可以 就是说 编制原额 应与其他管所 横平啊 那相关原额的 增列资人士费 请行政院主席总处 配合编列 就是不要写进去 不行 那 反正那你们两个 那个你现在跟那个 政委员 沟通一下 好不好 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后面的 这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增列第四条就 就不予 不予增列了 那第五条的部分 这个 这个第四条 那这个 那个第四条的 部分 本中心各职称 之官等 职等 集员额 另以编制表定之 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我们就照案通过 那第五条 本法实行日期 由行政院 以命令定之 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照 照案通过 好 然后那个 就 胜负贷决议 啦 好不好 如果不过的话就没有啦 这样子就不过啦 不是你那 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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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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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附带决议有宣读过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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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